环宇国际 总裁办公室 男人戴着金丝眼镜 西装革履 面色冰冷静欲 此刻正端坐在办公椅上 低眸看着眼前正蹲在他脚边的女人 如果仔细看 可以看出他眼神中透着一股狩猎的狂热 犹如一头优雅的猛兽 圣宇月被他看得有种无处遁形的恐惧 但一贯来倔强不服输的个性 让他不愿意轻易认输 他的双手 缓缓地爬上了男人的大腿 轻轻地骂撒 感受到男人大腿上结实的肌肉 让他手下忍不住微微用力 捏了捏 嗯 真的很结实 男人那双深不可测的双眸 直直地盯着圣宇月 圣宇月说 如果换成别的女人 你相信你现在已经成了独臂女侠了吗 外界一直盛传 傅云廷是个禁欲系绝品 也有传言 他不喜欢女人 因为有不少基于他的男色 介意靠近他的女人 都被他毫不留情地扭断手 久而久之 真的再也没有女人敢再接近他了 而圣宇月是近几年来 也不怪圣宇月敢如此在老虎头上做死 只是因为他压根还不知道 这男的有多残暴 神奇的 他那双土满裸粉色指甲的手 都已经快爬到傅云廷的大腿根了 却还没有被扭断手 副总 你不会 的确 傅云廷也很意外 这么多年来 只要有女人触碰到他 他就会没有来的厌恶 然后无法自控地将她们掀开 力道之大 足以将一个女人的手扭断 所以 在圣宇月假借时比蹲在他脚边 还不知死活地把手放在他大腿上时 傅云廷都做好了 要将面前的女人掀开的准备 没想到 他竟然心脏和下身的某一处 毫无预兆地起了一阵 他也无法形容的竞乱 就好像 有人拿着一根羽毛 在他的敏感处 不停地撩拨着 很痒 很想挠 他也很想看看 到底自己能够接受 眼前这个秘书的 撩拨到什么程度 圣宇月的手 随着他那充满自信 又极具撩人的语气 缓缓地往上爬 爬大 他解开了 他腰间的皮带的金属扣子 他动作缓慢 似乎是故意在一步步 引诱傅云廷 进入他的圈套一般 傅云廷握住他 欲要拉下拉链的手 眼神影色不明 圣秘书 希望你承担得起后果 他一把将圣宇月 按在他的办公桌上 紧身的职业A字短裙 被推至腰间 当他看到 女人双腿交叉处 只用一根黑色的线条 倒挂在那时 嘴角尽难得地往上勾了勾 他来 圣秘书有备而来 圣宇月毫无羞涩之意 文言反而大胆地 伸手勾住傅云廷的脖梗 将他往自己身前带 那傅总上勾了吗 男人的应答 随着他毫不怜香 惜欲沉默 一同发出 嗯 不知道是在回答圣宇月的问题 还是情不自禁地叹愧 圣宇月自以为自己 看了不少这方面的影片和故事 仿佛身经百战 惊艳老道 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第一次 所有的情绪 但他越是如此 越是能够激起傅云廷的恶趣味 他由最开始的主动 最后变成了被动 当他面对着一大片落地窗上时 从玻璃的倒影上 看到自己迷离的模样 脸上不禁更为羞红了 但他从来不是个矫情的女人 片刻过后 便又更是将娇羞转为洞里 他们两人 仿佛是个势均力敌的对手 暗暗地与对方较劲 夕阳已经染红了整片天空 照进这间办公室 与他脸上的红韵相互映衬 傅云廷也终于预甘厌肥 放开了从一开始 便被他禁锢在自己怀中的女人 物资走进休息室 圣语月看着他的身影 撇了撇嘴 臭男人 要不是自己足够受力 早就被他送去见太奶了 他将自己身上凌乱的衣服整理好 甩了甩头发 便踩着高傲的步伐 离开了总裁办公室 才刚走出总裁办公室 他便微微泄了气 妈呀 真是够酸爽的 回自己座位收拾好东西 他便挽着包 下班了 傅云廷从休息室出来时 又恢复了他那清冷境遇的模样 仿佛刚才一次次失控的人不是他 总裁室里一个人也没有 倒是在他的办公椅上 捡到了刚才还穿在圣语月身上的那根细布条 傅云廷有些嫌弃地 将他扔进一旁的垃圾桶 坐回办公桌前 他重新投入之前被打断的工作中 圣语月回到家 立刻躲进了浴室 脱掉身上的职业套装 满身斑驳 他将自己埋入浴池中 温热的水包裹着全身 终于舒缓了他身上的酸疼 他闭着眼睛 想着这段时间的计划 终于一步步再实现了 他靠着自己过硬的简历 被招进还宇国际 担任总裁秘书一职 他才入职三个月 但是从入职第一天开始 他便经常刻意制造一些机会 在傅云廷面前刷存在感 却又让人挑不出他的毛病 毕竟 他是总裁的秘书 经常出入总裁办公室 是很正常的事情 傅云廷完全没法将他定罪 就是今天 他中午特地回家洗了的澡 换了身衣服 下午一上班的时候 便借着送文件的理由 又进了总裁办公室 就在傅云廷签名的时候 他又故意将手上拿着的笔 扔到傅云廷的脚边 假借使笔 实则已经一步步 在实现他撩拨傅云廷的计划 他其实也没想过 自己能一次变成功的 还以为起码要羞辱几番 甚至可能就此被踢出还宇国际 谁想到 那传闻高冷境遇的霸总 竟然一撩就上钩了 果然 见男人都是喜欢拈花惹草的 放着美丽的小娇妻 不闻不问 偏偏就爱偷吃 而他 便是傅云廷正儿八经 领了红本的小娇妻 潜伏在他身边三个月 他却依旧不知道 也不怪傅云廷认不出他来 连见过他的宋琪都没认他来 应聘之前 他便特地让人给自己 重新弄了一张身份证 用自己高超的化妆技巧 将自己彻底换了一个身份 在这一月前 婚姻登记处 圣语悦已经在门口等了一个小时 还没等到那个 即将跟自己登记结婚的男人 听爷爷说 那个男人是环宇国际的总裁 傅家现在的当家人傅云廷 他们素未谋面 却从小就被定下的娃娃亲 所以 他刚从外国回来 便被爷爷直接安排来领证了 虽然傅家在京城 就是一个王的存在 但是结婚登记 让女方在门口等了一个小时 纵然是好脾气的圣语悦 也开始冒火了 以为自己是傅云廷 就可以这般随意侮辱一个女人吗 圣家在京城 也不是可以随便欺负的 圣语悦正准备走人的时候 一辆劳斯莱斯停在他面前 副驾驶上下来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 看起来也就一米七五左右 这就是他堂堂圣家大小姐 要嫁的男人 这就是京城傅家当家人傅云廷 怎么跟传闻说的完全不一样 不是高冷静音系的大帅哥吗 就这 圣小姐是吗 宋奇走到圣语悦面前 看着眼前满脸不耐烦的女人问道 你就是傅云廷 圣语悦目光毫不掩饰地 打亮着眼前的男人 不是 我是副总的助理 您叫我宋奇就好 傅云廷吗 圣语悦调整了一下站姿 耐心已经到了极点 等了一个小时 就来了个小助理 副总有事走不开 但结婚证已经办好 太太请随我进去签个名 就能拿证了 圣语悦睁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 她虽多年未回国 但也知道 结婚是要当事人双方在场合照签名 才能领证的 傅云廷这是多不满这门婚事 才在领证当天连面都不录 就把结婚证给安排了 这倒是会给自己省事 宋奇说完 便带着圣语悦进了登记处 不久时 圣语悦手里便多了一本小红本 她翻开一看 简直刷新了她的认知 这合成的照片 技术还真的是一流 完全看不出来是合成的 当她还在研究 这手里新鲜热辣的结婚证书时 宋奇已经将傅云廷那本放好 随之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 和一张写着地址电话的纸条 太太 这是婚房地址和副总私人的手机号码 这张是副总的附属卡 副总交代 您可以随意刷 圣语悦随意地接过 宋奇手中的银行卡和纸条 静止往门外走去 再继续听着助理在那里 副总说副总说的 她铁定能被活活气死 她刚跨进她那红色的 科尼塞克CC2跑车 爷爷的电话便打进来了 小妮子 正拿到了吧 电话刚接通 爷爷圣卓汉那迫不及待的语气 便传进她的耳朵里 爷爷 你有多不待见我 才那么迫不及待将我嫁出去 圣语悦意想到自己刚回国 爷爷便拿着她年轻时 跟傅云廷的爷爷 当年私自为他们订娃娃亲交换的信物 说因为傅云廷的爷爷去世前 唯一的遗愿就是 傅云廷能够去履行她当年的承诺 娶她为妻 傅云廷在傅家 最尊敬的人便是她爷爷 所以便有了这样新颖的素未谋面的新婚夫妻 小妮子 虽然我们不需要一副傅家 但是我跟傅云廷的爷爷傅耀男 当年可是生死之交 本以为过了那么多年 大家都忘了 但既然这是耀男的遗愿 我们就应该遵守莫言 圣语悦其实对于这种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非常的排斥 但她本来就对婚姻没有什么期待 所以对于爷爷向她提出遵守约定结婚时 她也没有过多的反对 爷爷老了 她的心愿也是能够在有生之年 看到她结婚生子 这对于她来说 就好像举手之劳一样 当然 如果非得嫁人 傅云廷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 起码有钱有盐 而且传闻是个禁欲不禁女色的极品 只是 今日一世 真的让圣语悦感叹 果然就是个极品 知道了 知道了 你这话说了不下一百遍了 圣语悦将手机开了免提功能 随手丢在副驾驶位上 便发动车子 修一下 车子便窜了出去 那她带你回你们的婚房了没有 知圣卓汉的一句话 让原本要回家的圣语悦 一个急刹车 差点忘了 她已经结婚了 得跟自己的老公一起住 不能再回家住了 如果她现在回家 就该被爷爷看出什么端倪来了 是 现在就要去 圣语悦生无可恋地应答道 好好好 你们快回去吧 早点给我造个小布丁来玩玩哦 圣卓汉欢欢喜喜地挂了电话 留下风中凛乱的圣语悦 她拿过副驾驶上的包 掏出里面的纸条 按上面的地址输入车子的导航系统 四十分钟后 科尼塞克停在半山的别墅前 她下车走进别墅 很快有管家出来迎接 您就是太太吧 欢迎回家 我是别墅的管家 您以后可以叫我天书 圣语悦点了点头 没想到这傅云亭结婚 自己不现身 倒是将其他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太太 我先带您回房休息 天书跟在圣语悦身后 毕恭毕敬地说着 太太 这就是您跟少爷的房间 今天您刚进门 也不知道您习惯用什么牌子的日用品何意识 所以想等您回来 再安排人送过来 圣语悦虽然同样身在豪门 平时也算是有不少庸人服侍 但像天书这样面面俱到的 也算是不容易了 可见 附加出来的管家庸人 素质也比较高一些 好 我等会先写一些需要的东西 麻烦天书帮我安排了 圣语悦虽然个性比较娇精 但也只是对待个别的人而已 从他一进门 便看到天书一脸慈眉善眼的模样 加上看得出非常细心周到的 在安排他的起居 这一点 就让他打从心里 对这个管家有了一丝的好感 管家似乎也没想到 圣语悦看起来一副不大好相处的模样 实际上竟是如此的有礼貌 对他说话态度也是非常温和的 一下子 便对这个新进门的太太 有了很高的评价 于是 有了管家天书细致的安排 圣语悦便在这半山别墅 心安理得的住下了 他不知道傅云亭什么时候会回家 但反正他也没有多少期待 一个连结婚领证都能缺席的男人 他已经可以遇见 他大概率是不会回这别墅来的了 他们 注定将会是最陌生的一对夫妻 圣语悦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刚好在公司大堂遇见傅云亭 他今天穿着一套黑色的西装短裙 由于双腿实在太酸爽了 他今天换了一双平底鞋 走得极为缓慢 傅云亭侧目看了他一眼 然后静置上了他的专属电梯 圣语悦扎了扎舌 果然 渣男最会的就是翻脸不认人 就好像昨天那个在他耳边 沉声嘀吼的人不是他一样 翻了个白眼 他继续拖着自己那双接近报废的腿 走向员工踢 总裁专属电梯上 门刚合上 电梯内的男人嘴角微不可插地扬了扬 圣语悦刚走进办公室 就听到宝洁阿姨跟秘书室里 其他的几个秘书在讨论什么 他才刚走进就听见 不知道是谁惊呼了一句 什么 teaback 圣语悦才想起 昨天自己走得急 落下了他特地换上的teaback 圣秘书 你经常去给副总送文件 有发现什么可疑人物吗 秘书室的另一个秘书丽莎 看到圣语悦 叫住他 你眼前的我 算吗 没有哦 总裁年轻气盛 有需求找人解决也正常 圣语悦有些心虚地说道 企图让几个满心满眼都是八卦的人 能休停一下 只是 为什么他才刚说完 其他几个人都面露尴尬 圣秘书 跟我进来 傅云亭那冷得能冻死人的声音 在他身后响起 他猛地转过头去 傅云亭已经走到总裁办公室门口 顾不得尴尬 他伸手理了李身上的裙子 迈着骄傲的步伐 跟在他身后进了总裁室 副总 你有什么吩咐 傅云亭脱下身上的西装外套 挂在椅背上 物字坐在办公椅上 眼睛一直盯着他 那谋色仿佛要将他看穿 我年轻气盛 现在需要解决一下生理需求 成秘书 脱衣服吧 圣语越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一大早把自己当早餐了 傅总 人家还疼着呢 圣语越在心里把傅云亭骂了个遍 嘴里却用最娇媚的语气 对着男人撒娇 脸上的表情也净显羞涩 傅云亭端坐在椅子上 镜片下的双眸 如同阴笋般打亮着眼前脚柔造作的女人 是吗 正好 我给你检查一下 傅云亭起身走到圣语越面前 伸手抬起他的下巴 俯身 男人的俊脸放大在他眼前 圣语越以为男人要亲吻他 不自觉地闭上了双眼 男人却松开他 重新直起身子 脸上依旧一副生人物镜的模样 但仔细观察 却能看出他眼中淡淡的笑意 今天准备一下跟凯瑟集团的合作方案 明天随我一起去出差 傅云亭扔下这句话 便重新回到办公桌前 拿起笔开始批阅文件 圣语越知道 刚才是被男人给戏弄了 但也不能说什么 昨天把人家睡了之后 连内裤都没穿就跑了 本来以为他会跟自己约法三章 或者是划清界限了 没想到 他反而绝口不提昨天的事情 就好像压根没有发生祸事的 圣语越一整天忙地脚步粘地 他要准备明天跟凯瑟集团开会的资料 傅云亭还似乎故意整蛊她似的 一会儿让她给她冲咖啡 一会儿让她去如意斋那边帮她买午饭 最后竟然还让她去超市买TT 圣语越内心一边骂骂咧咧地 一边任命地为傅云亭跑腿 谁让她自己作死 堂堂的圣家大小姐不做 放着圣氏不管 就要来这环宇国际给傅云亭当秘书 还立是一定要以秘书的身份 将自家那不可一世的老公拿下 本来昨天已经成功将傅云亭给睡了 按照她的计划 是应该华丽转身离场了 但昨晚 她又调整了自己的作战计划 最狠的报复 不就是让她拽得二五八万事的傅云亭爱上她之后 再狠狠地将她给踹了 她生平受到最大的侮辱 大概就是结婚当天 新郎未现身 甚至结婚至今三个月了 她那新婚丈夫 连家都没有回过一次 她胜与月就不是一个任由人欺负的主 但她也算沉得住气 忍受着一肚子的怒火 成功将自己的身份和容貌都进行伪装 混入环宇国际 甚至做了傅云亭的秘书 她一手提着两人份的午饭 一手拎着一大袋小雨伞 进了总裁办 傅云亭看着眼前的女人 因为热 额头上渗出些许的汗珠 胸口因为喘气上下起伏着 她眸色黑如深潭 胸膛处随着圣与月的汗珠 顺着颈簸流入双沟中 而开始翻滚着热潮 侯杰上下滚动了两下 她闭着眼睛 暗暗地吸着气 企图要压下自己身体里的躁动 真是见鬼了 以前她对于男女之事向来无感 没想到 昨天因为一个好奇 倒像是开启了她新世界的大门 但即便如此 她也没想过要跟自己的秘书 有什么其他的关系 一个才来公司三个月的新人秘书 竟然胆敢忽视外界那些传闻 主动来撩拨她 说她没有目的 她都不信 让她去买小雨伞 也不过想试探一下 圣与月有什么反应 没想到这女人竟然伪装得那么好 真的就像一个敬业的秘书一样 任由自己各种不合理的拆遣 甚至将一整袋小雨伞 放在她桌上的时候 都一副非常有职业素养的样子 她甚至都要怀疑 昨天在办公室里 那个妖媚风情的女人不是她 圣与月放下东西后 说了一句 副总 没有其他吩咐 我就想出去了 然后就扭着仙妖出去了 披散在后背的波浪长发 随着她的步伐 一颤一颤的 每一个动作 看在傅云婷的眼里 都像是故意似的 她深吸了一口气 将桌上的一整袋小雨扫 扔进抽屉里 捏了捏眉心 将自己的身子 完全靠近椅背中 随之一转 整个人面朝着大片落地窗 她看向窗外距离自己 似乎很近的天空 又深吸了一口气 极力地平复 自己身下的蠢蠢欲动 该死的 昨天就应该多来几次 现在就不至于 这么一游未尽了 圣与月回了公位后 猛灌了几口水之后 又重新投入自己的工作 她虽然是个千金小姐 但与那些娇生惯养的 豪门千金不同 她的母亲 在她出生时难产走了 她五岁之前 虽然没有妈妈的疼爱 但父亲 还算是给了她美好的回忆 可是五岁之后 父亲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将她扔给爷爷照顾 越来越不着家 直到某一天 她才带着一个女孩子回来 说是她的姐姐 那个时候她才知道 原来 母亲还怀着她的时候 她的父亲 早已经跟别的女人 在外面生了一个孩子 爷爷将她和她所谓的 那个姐姐一同赶出门 表明了圣家 只有圣与月一个孙女 从此 爷爷便一边管着圣事 一边照顾她 也将她当成圣事的 接班人培养 也不负爷爷所望 她早就在读大学的时候 开始接管了圣事 不过也好在 爷爷圣事管理得非常好 她才可以 不用天天都坐在圣事里面 都能将集团的一切打理好 也因此 她早就练就了一身本领 其他的豪门千金 还在拿着父母 每个月的零花钱 美容耍乐的时候 她已经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双手 为集团和自己的身价 创造更多的财富 京城 每个人都知道 圣事集团 是由圣事千金圣与月在管理 却没人见过圣与月的真实面貌 即便是去领证的那天 圣与月都留了个心眼 在自己妆容上 稍微的调整了一下 因此 自己入职了三个月 宋七作为唯一一个 见过圣与月的人都没认出 秘书剩下 便是自己的老板娘 一整天 圣与月忙得脚不沾地的 傅云廷去开会 经过她的座位时 她正买手做报告 她开完会回来 她还保持着同一个姿势 傅云廷突然觉得 这个秘书 跟她所见过的很多女人不大一样 她身上有种很特别的气质 有时风情 有时霸气 甚至有时候 还能隐隐看出点大小姐脾气 看起来 的确不大像是个普通的打工人 傅云廷回办公室 一直忙到晚上八点多 本来已经打算回去的她 刚走出办公室 就看到圣与月的电脑亮着 人却不在座位上 她抬步走到茶水间 果然 圣与月手里拿着一杯咖啡 正靠在墙边 眼神并不聚焦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傅云廷走到她身边 俯身 你在做什么 她的气息全数喷洒在 圣与月的耳朵上 吓得她一个机灵 咖啡都洒在了身上 胸口顿时开出一朵 棕黑色的花 草 圣与月那暴脾气 一下子就起来了 刚想开炮 就看到一脸 好整以侠的男人 正靠在门边看着她 她一下子收回自己的气焰 露出娇媚委屈的笑脸 傅总 你吓到人家了 你看 人家衣服都脏了 一边说着 还一边出手 勾着傅云廷的领带 傅云廷眸色沉了沉 这女人学穿剧的 变脸这么快 明明都已经做好 撸袖子开骂的准备了 看到是她立刻 收了所有脾气和棱角 傅云廷任由着圣与月 扯着她的领带 将自己送到她面前 嗯 既然脏了 就脱了吧 傅云廷低头 白色的衬衣 已经沾满了咖啡籽 的确很脏 本以为圣与月 肯定会害羞一下 没想到她倒是听话 干净利落的 就把自己身上 那件脏了的衬衫脱了 直接扔到了一旁的垃圾桶里 傅云廷侯杰 不自觉地滚动了两下 圣与月眼明地 捕捉到了这一幕 点起脚尖 双手勾住傅云廷的紧迫 傅云廷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低眸看着眼前眼神 透出一股脚狭的女人 怕大 她突然将手意到她的后背 一下就解开了她的束缚 美景一下子一览无余 傅云廷内心突然感叹 这个女人 大概就是一个 祸国殃民的妖精 否则 她怎么会两次都因为 她有些失控了 圣与月也完全没有 因为被傅云廷解开束缚 而觉得羞涩 反而更为大胆地 将傅云廷塞在腰间的衬衫撩起来 娇柔五骨般的小手 直接伸进衣服里 缓缓地上移 傅云廷也不再客气 大掌裹住美好 稍加用力 女人鼻腔里 便发出比她更为诱人的声调 不想再继续忍耐 圣与月被推至茶水台上 死 肉色的丝袜 随之以不规则的裂纹 被撕开一个大口子 傅云廷抓起她一只脚 搭在自己侧腰边 低头 含住了圣与月的唇绊 圣与月一边热烈地 回应着傅云廷的吻 指尖还一边不安分 她面色已经开始泛红 气息变得有些急促 体内翻滚着一股 怎么都压不住的燥热 她沙哑着嗓音问 圣秘书好像很有经验 休不过 圣与月愣了愣神 才反应过来傅云廷在说什么 手下报复性地加重了力道 傅云廷被突如其来 控制准备有些发痕 低头 对着景色便是一顿乱啃 圣与月可不像她一般那么闷骚 闭着眼睛 脖子微微厚痒 舒适地哼出声音 又一次势均力敌的博弈 最终打成平手 傅云廷有些佩服圣与月的体力 换成别人 可不一定能承受自己这般折腾 可是圣与月不仅承受住了 甚至还能跟她 你来我往了 过了那么多招 越来越有意思了 此时已经是凌晨十二点多了 茶水间充斥着一股淫泥的味道 傅云圣将自己的衬衫扔到圣与月身上 穿上 扔下这两个字 她便静止走回自己的办公室 她的休息室里 常年背着好几套衣服 她随便拿了一套便换上 等她出来的时候 圣与月已经整理好自己 坐在座位上工作了 你倒是敬业 刚做了几个小时运动 还能继续回来工作 这不是敬业是什么 那副总记得给我加薪哦 圣与月眨巴着一双灵动的眼睛 看着傅云婷 大概是刚运动完 脸上的红韵仍未完全退下 那模样完全没有白天式的端庄 反而多了几分妖媚 傅云婷没有理会 圣与月脚楼造作的眉眼 静止往专属电梯间走去 圣与月看着男人直挺的背影 不懈地憋了憋嘴 转继续看向电脑上的数据 一直忙到凌晨两点 她才站起身揉了揉肩膀 把跟约瑟集团开会 需要准备的资料都收拾好 这才关了电脑 准备回家 直到走到停车场 她才发现自己身上 穿着傅云婷那件 跟自己身形极不相符的衬衫 她随意地将多余的衣角塞进裙子里 又解开胸前一颗扣子 立刻又是一副新搭配 休闲又不失妩媚 整个过程 都被坐在车里的傅云婷 看得清清楚楚 傅云婷也不知道 自己着了什么魔 本来都已经准备回家了 走到停车场 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楼上那个女人 今晚加班的目的 大概都达到了 现在自己下班了 看她准备要装到什么时候 没常想 自己坐在车里 一等就是两个小时 真是疯了 看得出圣语月脸上的眷容 却依旧挺直腰杆 身上那股绝对的霸气与坚韧 是普通女孩子身上没有的 这种气质 让傅云婷突然对一个秘书 多出了一份好奇 猎人心态的她 倒也不着急 一下子去挖掘圣语月的更多信息 来日方长 她总有办法 让猎物一点点的 曝光在自己的眼中 这个时候的傅云婷还没意识到 这种好奇 便是让她一步步沉沦在 圣语月的爱情陷阱中 她以为自己是狩猎者 其实未必了 圣语月刚到家 就收到傅云婷的微信消息 告诉她 明天的行程改在明天下午 让她明早不用到公司 明天中午一点 直接到机场就行 圣语月唇角扬了扬 这男人是还真不是一般的门骚 良心发现了 知道今天把自己折腾惨了 让她明天可以不用赶飞机而早起 本来因为疲惫 而郁闷的心情顿时一扫而空 她立马又恢复了活力 准备去厨房找点吃的 慰劳一下自己的胃 管家看见圣语月要去厨房找吃的 立马跟了上去 夫人 您想吃东西 我让佣人给你准备 圣语月觉得 傅云婷唯一做的漂亮的事情 就是给她配了这么一个管家 真的是让她省心不少 好 麻烦你了 天书 说完 圣语月刚想离开厨房 却看到天书看着她的眼神 透着一股说不清楚的情绪 脸上也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天书 还有事吗 她停下脚步 看着天书问道 夫人 您身上的衣服 天书刚开始也没有注意 直到靠近了圣语月才发现 她身上穿着男性的衬衫 这很难让人不遐想 圣语月看着天书 一脸像吞了苍蝇的表情 笑得眼角都泛泪花了 天书不明所以地 看着自家夫人那魔性的笑声 那是你们家先生让我穿的 我很有职业素养的 跟你们家先生婚姻合作期间 不会给她戴帽子的 圣语月说完 拍了拍天书的肩膀 便静止离开了厨房 上楼回房间洗漱了 天书站在厨房门口 似乎还没从圣语月的话中 反应过来 先生什么时候回家了 摇了摇头 主子的事情 还是别管太多了 圣语月洗漱完下楼 餐桌上已经摆了一碗豪华汤面 她坐下来 也顾不得胖不胖的问题了 埋头吃了起来 圣语月睡醒的时候 已经是早上十点多了 她急匆匆地收拾了一下行李 检查好要带上的资料 才开始去洗漱 第一次跟目标人物出差 傅云亭以往都只是带着宋琪 这次竟然只带她 说她没有目的 鬼都不信 闷骚的臭男人 既然老板那么用心良苦 圣语月肯定也要费心一番 才不枉此行 她给自己选了一套蔚蓝色的套装 穿在身上 衬得她的皮肤 愈加的白皙透亮 她又化了个精致的妆容 这才拉上行李箱 踩着七厘米的高跟鞋 洒爽地出门了 宋琪送傅云亭去机场 刚停好车便看到拉着行李箱 走路带风 一直走到他们车前 宋琪一下子都看傻了 圣语月平时上班 大多数都是白色黑色为主的职业套装 今天尽管同样是套装 但换了个色调 立刻就变了一个风格 中午好啊 副总 宋助理 圣语月先开口打了招呼 刚下车的傅云亭 双手插在兜里 眼神毫不避讳地 打亮着眼前的女人 妆容有些不同 这女人特地打扮过的 骚 她的眼神扫过女人的西装外套 超V领的西装外套 也不知道这女人里面穿了什么 胸前一片春光 她的眼神从一开始地打亮 变得晦暗 然而又似乎透着一股火 也不知道是怒火还是浴火 圣语月直到坐上飞机 才知道 原来机场里有单独的一块区域 是停着傅云亭的那些私人飞机 圣语月知道 豪门里几乎每家都会有自己的私人飞机 但是私人飞机像车子一样多得好横 这真的是连她都觉得大开眼界 她好像低估了自己老公的财力 以后买买买 好像也不需要太克制了 反正老公有钱 不花白不花 傅云亭就坐在她对面 她手里拿着一杯红酒 慢悠悠地晃着 透过杯子看着对面的女人 女人此刻的脸上变换着各种情绪 少了一些灵力与萨气 妩媚的脸上第一次看到一种傻气 她觉得圣语月好像有很多负面孔 之前三个月她 虽然看得出她有时候刻意地刷存在感 但那个时候 她看起来也就平平无奇 充其量也就是妩媚风情些 引不起她多大的兴致 圣秘说 你走光了 圣语月还在计划着 这趟出差回去 要拿着傅云亭的卡 去买一个海边的小别墅 便被她的声音打断了思绪 她抬眸看了眼对面的男人 男人扬了扬下巴 示意她低头 她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 本来她的西装外套 就是开口就很低了 因为坐姿 开口便凸起一大块 将她的内在全数残酷出来 圣语月却丝毫没有不自在的感觉 这就是她特意选这件衣服的原因 闷骚的男人出差特地戴上她 不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性 作为她善解人意的妻子 自然要满足一下男人的恶趣味 毕竟 她对自己的身材也是非常自信的 她起身走到傅云亭身边坐下 柔弱无骨的小手 缓缓地攀上她的大腿 副总 好看吗 傅云亭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只是戴着薄茧的手 已经从她的大领口探入 女人的大好河山 仅用一件特薄的累丝布保护着 指尖有意无意地 在大好河山中弹舞着 圣语月敏感激动地 差点捏爆男人的第三条腿 幸得傅云亭在她的手动作时 及时收紧双腿 避开了 圣密说 小心便 坏了 你可就不好过了 圣语月听到她的话 耳根微微泛起了红韵 这男人总是能把每句话 都说得色意满满 难得见你会害羞 傅云亭没有错过她耳后的红韵 似乎很满意她的反应 跟她交手了两次 每次都势均力敌 无法分出胜负 搞得她快要怀疑自己实力不够了 终于有一次 这女人给了她一些成就感 让她又相信自己可以了 飞机平稳地在空中滑过 机舱中的两人的呼吸 却不平稳 14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他们足足交手了10个小时 之前的两次 由于场合与时间的关系 他们都只是仓促地结束 这一次 他们都觉得酣畅淋漓 结束后 圣雨月洗漱了一下 随意地围上一条浴巾 也顾不得什么形象 倒下便睡着了 原来自己并不是好体力 而是闷骚的臭男人 之前还没发力 这让人又爱又恨得爽歪歪啊 傅云亭洗漱完 看到被子下一颗毛茸茸的脑袋 便知道 这女人终于被自己泪趴了 嘴角细不可查地勾了勾 她从另一侧掀开被子 也躺了下去 女人似乎感觉到了一股热源 往她身边挤了挤 一只细嫩的手臂圈住她的腰身 又沉沉地睡了过去 傅云亭从未有过跟人同床共枕的经历 突然被一个女人如此靠近 一下子不知该做何反应 她想了想 大概是可以抱一下的吧 女人身上那股诱人的自然体香 让她不自觉地 也想要抱着她 好好睡一觉 那就勉为其难地抱一抱吧 她一只手臂穿过圣雨月的脖子 轻轻地将她揽在怀中 闭上眼睛 她很快也睡了过去 圣雨月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是在酒店房间里了 想来是傅云亭把她抱下飞机 而她竟然一路都不知道 是有多累 掀开被子 狗日的 这臭男人也不知道 帮她把衣服套上了吗 她是怎么把她抱下飞机的 圣雨月还没想通 就又发现自己身上 大大小小的青红斑痕 傅云亭属狗的 绝对是 她起身刚准备去浴室洗漱 刚踩到地上就摔倒了 扶着床檐重新站起来 慢慢适应了自己双腿的力量 她才缓步走向浴室 洗漱的时候 刺痛让她又一次咬牙切齿 臭男人 真的是不留余地的重田 她没死在飞机上 也算是命大了吧 圣雨月洗漱好 刚走出房间 就看到傅云亭 正端坐在桌前办公 手边放着一杯咖啡 听到声音 她抬眸 看向圣雨月 臭男人该不过就开了一间房吧 自己以秘书身份 把自己老公睡了 把夫妻之事坐实了 这是什么剧情 傅云亭似乎是看穿了女人的心思 谋色染上些许的笑意 圣秘书的体力 看来不怎么样 圣雨月内心的小人 狠狠地翻了个白眼 脸上却依旧搭着她 惯来的标准魅笑 是啊 傅总真是好体能 我好痛痛哦 一边说着 手一边揉着自己的壮丽山河 动作极为燎热 傅云亭谋色又暗了暗 好好说话 这女人真的是一刻不聊人 就闷得慌似的 也不看看自己走路的姿势 有多难看 哦 傅总 我饿了 傅云亭这才想起 他们下飞机的时候 才刚刚天亮 这会已经是傍晚了 她好说话的 帮她叫了客房送餐服务 然后继续盯着电脑忙了起来 你今天把自己状态调整好 跟约瑟约了明早九点 金边的镜框夹在鼻翼间 修长的手指 不停地敲打着键盘 整个人散发着境遇疗火的气息 酒店很快就送餐过来 大概是饿过了头 圣雨月反而没了什么胃口 随意地吃了几口之后 她又回了房间 当她将自己整个人 泡进浴池里的时候 温水疏散了身上紧绷着的酸痛感 她才觉得自己活过来了 纵遇过猛呀 将自己从头到尾 仔细地清洗完之后 圣雨月又用身体乳 将自己全身的皮肤 都擦拭了一遍 想要男人对自己爱不释手 首先要有一身柔软滑嫩的肌肤 将自己从头到脚 里里外外保养好之后 她才换上自己带来的睡裙 躺床上继续睡 睡着之前 她还有些纠结 难道傅云亭真的打算 出差这几天都跟自己睡在一起 然而傅云亭狠狠地向她说明 她真的想太多了 平时她经常会跟宋奇一起来L国出差 为了方便工作 他们都会选择这种 有两居式的套房 久了 傅云亭便干脆长期包下了这个套房 圣雨月才刚进房间 傅云亭也停下手上的工作 她靠在一背上 镜片下的漆黑如墨 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盒 缓缓撕开一个口子 打火机咔哒一声脆响 火光立刻照亮了她眼中的情绪 点点星火在她指尖 烟雾缭绕 她交叠着双腿 勇满地依靠在办公椅上 似乎在沉思着什么问题 直到烟灰烫到手了 傅云亭才摁灭了烟头 起身回了房 她在飞机上也才睡了一会儿 到了酒店也是眯了一会儿 之后一直在忙 这会儿也是觉得有些累了 躺在床上 傅云亭却一直没睡着 手臂上隐隐似乎 还有女人枕在上面的感觉 让她有些心愿意马 烦躁地起了身 走到盛雨月的房前 轻轻地拧了拧把手 好样的 这女人爽完就丢的节奏 还把门锁了 这是在防谁呢 傅云亭此刻爬窗失败 灰溜溜回房的场景 被她那群兄弟看到的话 大概会以为她被色鬼附身了 一日 傅云亭走出房间 就看到盛雨月已经穿戴整齐 刚准备坐下吃早餐 她今日穿着一整套白色的西装套装 宽松的白色拖地西装裤 搭配一双有七厘米高的高跟鞋 显得这个人更加的高挑 一头茶黑色的波浪长发 被她精致地盘在脑后 耳朵上戴着一副香腊的耳环 白皙的脖子上 也戴着同系列的锦练 左手手腕是百达斐力的腕表 右手食指 戴着范克亚宝的新品戒指 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气质 就是一个精明干练的女霸总 实在不像是一个普通的小秘书 早安 傅总 我给您也叫了一份早餐 看起来 盛雨月昨晚休息得不错 看起来精神饱满 神采异议 她大方帝笑着跟傅云廷打招呼 丝毫没有其他秘书助理 对她那般的战战兢兢的模样 傅云廷点了点头 走到餐桌前 坐下 两人无声地用完早餐 便出发前往约瑟集团 约瑟集团的总裁约瑟夫 是个L国本地人 他们到的时候 约瑟夫已经在会议室等着了 助理带他们进了会议室 嘿 你好 傅 这是我的秘书 凯蒂 你好 约瑟夫 我的秘书 盛夏 盛夏 盛宇悦趁着傅云廷跟约瑟夫交谈的间隙 偷偷地冲凯蒂眨了眨眼 到底都是精明的人 即便有疑问 也不会在这种场合下多嘴 其实 盛宇悦之前就一直生活在 L国 她跟凯蒂虽谈不上是闺蜜 但也算是不错的朋友 以前时不时会 约在一起喝酒 逛街 也会一起聊工作 凯蒂很清楚盛宇悦的身份 不知道为什么堂堂的盛世总裁不当 跑去给傅云廷当秘书了 不过 盛宇悦一向来有自己的主意 既然她有这样的做法 凯蒂肯定不会去拆穿她的 只能之后再问清楚了 其实 盛宇悦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见熟人 之前一直知道 凯蒂在一家大企业上班 有时候 她会来请教 自己一些工作上的问题 盛宇悦都会给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但她从来没问过 她在什么企业上班 凯蒂也没说 盛宇悦刚进会议室 看到凯蒂的时候 也颇为惊讶 不过 作为一个早就练就了 不动声色本领的她 依旧站在傅云廷的身后 扮演着一个普通的秘书 约瑟夫自从看到盛宇悦之后 眼睛便没怎么离开过她的身上 东方女人的美丽 实在是太让她着迷了 何况 盛宇悦还长着一张如此娇媚的脸 眉眼间竟是风情 盛宇悦其实早就 察觉到了约瑟夫那不怀好意的眼神 心里早就将她做了几万遍了 脸上却依旧保持着客气友好的笑脸 傅云廷不得不承认 盛宇悦的工作能力的确是很强 她没想到 那天只给她一天的时间 她将所有的资料准备得如此齐全 整场会议下来 她不仅做好了所有的记录 甚至在他们提及一些数据的时候 她都不需要翻阅资料 就能准确地说出数字来 能让傅云廷认可的人不多 但今天 盛宇悦一次破了傅云廷的令 这个时候的凯蒂 就显得有些平平无奇了 她全程只负责在一边帮忙递递资料 寄一些重要事项 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 终于把合作的具体细节都敲定了 盛宇悦觉得自己都快要滴血糖了 感恩的 就插腰撂下傅云廷跑出去找吃的 傅云廷率先站起身 盛宇悦立马跟着起身准备离开 约瑟夫赶紧迎着他们走到电梯间 傅 今晚一起吃个饭吧 带上你美丽的秘书小姐 傅云廷双手插在兜里 脸上似乎微微有些笑意 但双眸中却透着一股轻炼 约瑟夫被她的眼神震得有些心慌 但来自于盛宇悦无形中对她的引诱 更让她无法自拔 这些男欢女爱的荒唐事情 在他们L国完全是见怪不怪的了 否则 如此平平无奇的凯蒂 怎么可能能留在她身边工作那么久 只是今日一比较 凯蒂立刻变得索然无味 像盛宇悦这般长得风情 工作能力超群的女子 简直是所有男人 都想要狠狠地压在身下疼爱的吧 电梯门开了 傅云廷禁止走进电梯 就在所有人以为傅云廷不答应 这场晚宴邀请的时候 他才慢悠悠地开了口 傅某一定准时到 约瑟夫闻言笑着跟他们挥了挥手 电梯门关上 傅云廷这才侧谋 瞄了瞄站在自己身侧的女人 这女人倒是心大 今晚这场晚宴 约瑟夫百明了不怀好意的 凭借盛宇悦的聪明通透 他心里应该很清楚 今晚可能会面临什么 但他不仅看起来毫不在意 甚至还悠闲地 对着电梯内的镜子打亮起自己来 傅云廷发现 这几天 圣宇悦真的是一次又一次地 刷新了他对他的认识 似乎每一次相处 他都是不同的样子 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未知的面貌 等着他去发现 晚上 傅云廷和圣宇悦 准时出现在约瑟夫订好的餐厅 这一次 凯蒂没有跟着 只有约瑟夫一人 等在餐厅里 圣宇悦坐在傅云廷身边 约瑟夫坐在傅云廷的对面 他盯着圣宇悦的眼神毫不避讳 仿佛一只恶狼盯着一块肥肉 圣宇悦也不畏惧 依旧笑脸盈盈地 举着红酒杯跟约瑟夫碰杯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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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抿了一口红酒后 开始用餐 傅 这次怎么不见宋助理 约瑟夫的眼神 在两人之间来回转 以他的经验 一下子就感受到 傅云廷与圣宇悦之间的不同寻常 他看过宋奇对傅云廷的态度 看得出来很熟悉 但也依旧带着敬畏的态度 可是圣宇悦作为一个秘书 却全然没有对上司的那种敬畏之情 而傅云廷似乎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了 约瑟夫看着切牛排的动作 几乎神同步的两人 眼睛微微眯了眯 眸色中透着一丝不明的意味 有意思 酒过三巡 约瑟夫喝得有些多 这时候已经显得有些醉胎 司机将车开到餐厅门口 剩下 你送约瑟夫回去 圣宇悦瞪着眼睛看着傅云廷 一脸的不可置信 他不信傅云廷没看出约瑟夫的司马昭之心 可他依旧选择把他推出去 这跟将他送到约瑟夫床上 有什么区别 傅云廷这是把他当什么了 还是说他的那些合同 都是这样拿下来的 约瑟夫可不理会傅云廷 和圣宇悦之间的电光火石 他只听到傅云廷 让这个风情美丽的小秘书 送自己回去 他色眼眯眯地拉过圣宇悦的手 两人一起上了车 傅云廷目送着车子离去 脸上看不出到底什么情绪 转个身子 他也上了车 圣宇悦坐在约瑟夫身边 心里气得恨不得将傅云廷抽筋扒皮 虽然他并不怕约瑟夫会对他做什么 他料定了 即便他敢 也不可能会得逞 只不过是 这口气 怎么也咽不下去 堂堂圣家大小贱 什么时候受过这般屈辱 也不对 好像他的屈辱 都是傅云廷给的 这小贼 约瑟夫一直盯着圣宇悦的侧檐桥 女人孵如宁芝 胶唇红润 白皙的天鹅颈凸显得整个脸部的线条和轮廓更为清晰 他的手伸到圣宇悦的后背 企图想要将他揽到身边 却被他给避开了 约瑟夫 看起来你已经到家了 车子在一处别墅前停下 圣宇悦勿自打开车门下了车 约瑟夫在车上未能得逞 也只好无奈跟着下车 承毕说 请来陪我喝杯咖啡吧 他依旧不死心 太晚了 下次有机会 我请约瑟夫 圣宇悦以前有一段时间 经常需要应酬 对于应付这些老色批 可以说游刃有余 但是约瑟夫很清楚 今晚这个机会难得 这可是傅云廷主动将这个油物送到他嘴边的 他岂有不吃的道理 对于这些小秘书 欲擒故纵的手段 他是见得多了 这会儿他自然也觉得 圣宇悦就是在跟他玩那套欲擒故纵了 只要我不觉得 晚就行了 约瑟夫一边说着 就要上前去拉圣宇悦 圣宇悦突然闪了个身 几个保镖也从暗处现身 将他给围住 约瑟夫看着眼前的阵仗 有些摸不着头脑 一个小秘书 需要配这么多个保镖 这些保镖是傅云廷的人吗 约瑟夫还请自重 免得最后引火上身 圣宇悦一改之前的态度 此刻脸上尽是冷冽 与傅云廷不说话的时候如出一辙 约瑟夫是个欺软怕硬的 看到这个阵仗不免有些心虚 最主要的是他摸不清楚 这些保镖到底是傅云廷派来的 还是圣宇悦的 他只能堪堪一笑 转身回了自己的屋子 你们可以更高调一点的 圣宇悦对于爷爷 安排在暗中保护他的这几个保镖 表示无语 其实他跆拳到黑带 对付像约瑟夫这种 见色起心的小虾米 压根就像拍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偏身这几个保镖 弱智低能的闪现方式 真的吐到爆 他们还自以为帅得很 圣宇悦没有回酒店 而是去了自己在L国的家 刚进家门 他就甩掉脚上的高跟鞋 脱掉身上的西装外套 仅剩下一件性感的胸衣 他静止走到他的健身房 里面除了有各种健身器材之外 还有一个挂在半空中的超大纱包 他也顾不得戴上手套 对着纱包直接打了起来 胸口憋着一股气 他现在不发泄发泄 他真怕自己会冲到傅云廷面前 将他胖揍一顿 半小时后 圣宇悦气喘吁吁地坐在地板上 双手交替地揉捏着 这就是不戴手套的结果 这酸爽 他将自己呈大字形地躺在地板上 看着头顶上白色的天花板 突然觉得真没意思 迷迷糊糊 把自己嫁给一个毫不在意自己的男人 自己竟然还为了一口气 去给他当秘书 让他白嫖了那么多次 本来以为 自己能让传闻中 禁欲高冷的傅云廷爱上自己 然后再将他狠狠地甩了 让他尝试一下 那种白爪挠心的滋味 也让他明白 他 圣语也不是他可以那般侮辱的 结果 傅云廷倒是美滋滋地享用他了 也没感觉到 他对自己的态度有什么不同 甚至 就在今晚 他竟然让自己一个女人 送一个对自己不怀好意的男人回家 这简直 毫无下限 傅云廷回酒店开了个会 会议结束后 他看了一眼电脑上的时间 已经过去两小时了 可是圣语越还没回来 他拿起桌上的手机 拨通了圣语越的电话 只是 电话打通了 却一直无人接听的状态 他连续打了好几个 依旧无人应答 烦躁地将手机扔到桌上 镜片下暗黑的毛子微眯 一只手搭在桌上 手指轻轻地点了点桌面 思索了一会儿 他站起身 离开了房间 一边走一边拨通了宋奇的电话 查一下约瑟夫的住址 立刻 马上 宋奇不到20分钟 便将地址发给了傅云廷 他本来让司机先在酒店周围逛地 收到宋奇的讯息 立刻让司机调转方向 到了约瑟夫别墅前 已经可以看见 别墅里面都是暗的 他按响了别墅的门铃 约瑟夫才刚刚入睡 便被一阵阵夺命连环 靠的门铃声吵醒 套上一件浴袍 嘴里还骂骂咧咧地去开了门 看到傅云廷 他愣了愣神 圣秘书呢 这下约瑟夫更猛了 那女人都走了两个多小时了 现在还来找她 何况 到她这里找是个什么意思 副总 你到我这里找你的秘书 不大合适吧 我让她送你回来 结果她不见了 不应该找你吗 约瑟夫没能成功拿下圣女月 还被威胁了一番 本来就握着一肚子火 这傅云廷 还到这里来给她添堵 副总 你那小秘书可是个小辣椒 担心她你还不如担心担心我 所以 你对她做了什么 傅云廷从约瑟夫的话里 听出了一些信息 她向约瑟夫走进了两步 眼睛微眯 镜片下的眸子 如同刀子一般凌厉 约瑟夫真的要被这对男女整疯了 两人 一个看似无害 一个看着清冷 但气场却那么相似 此刻傅云廷散发出来的气场 完全就像是一只猎豹 绝对是强者般的凶猛残暴 我哪能对她做什么 更何况 傅总 是你让她送我的 即便真的发生了什么 你现在闹这一出 不显得有些多余 尽管内心还是有些畏惧傅云廷的 但约瑟夫 依旧死要面子般 挺直了腰杆 傅云廷不怒反笑 我只是 看你有些罪意 让秘书将你送回来 你还想发生什么 嗯 低沉清冷的声音 过了一会 她往后退了两步 转身上了车 约瑟夫的脸上 有睡觉的压痕 看起来 盛雨月的确不像是 被她扣留在这里 看着傅云廷的车子离开 约瑟夫微微地松口口气 饶使她见过不少手段伶俐的人 却没有人像傅云廷这般 外泄出来的气场 真的能把人给吓死 傅云廷再次拨通了盛雨月的电话 依旧无人接听 她私存了一会儿 让司机直接回酒店 既然盛雨月不在约瑟夫那里 她猜那女人只是闹脾气 故意不回来了 既然如此 她也没必要浪费时间去找她了 看来自己越来越好说话了 一个秘书 竟也敢给自己摆谱了吗 以为爬了她的床 就能称王称霸了 另一边的盛雨月 发泄完洗了个澡 立刻又去了书房工作起来 来L国几天了 她都没时间 好好地处理盛世的工作 今晚刚好有机会 让她安安静静地 干点自己的正事 傅云廷的电话 她自然是看见了 她就是故意不接的 她怕自己接通了 会忍不住 问候她祖宗三代 等到她忙完手上的工作 天已经微微亮了 她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合上笔记本电脑 才慢悠悠地站起身子 回了房间 头刚碰上枕头 她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她看了一眼手机 傅云廷没有再给她打电话 真是无情 她起身进了浴室洗漱 出来后又换上 昨天的那套衣服 特意化了个 可以说毫不精致的妆容 头发也不整理 看起来乱糟糟的 她对着镜子 练习了几个楚楚可怜 又带着些许受伤的表情 点了点头 对自己完美的演技 表示赞叹 拿上包便出了门 乘车回了酒店 等她回了酒店 却发现傅云廷的东西 都不见了 她这才终于愿意 给傅云廷打一通电话 副总 你在哪 怎么酒店里的东西 都不见了 尽管人不在她面前 她依旧敬业 做着各种无辜可怜的表情 语气中也尽嫌委屈 我在机场 准备登机了 听到傅云廷的回答 圣语悦气得双手插腰 不停地坐着深呼吸 副总 你不等我一起走 圣语悦有些惊慌的声音 通过电话 传进傅云廷的耳朵里 她抿了抿嘴角 眼睛盯着眼前的飞机 眼神诡秘莫测 给你四十分钟时间 说要 便挂了电话 圣语悦此刻真心觉得 傅云廷是真的很诈 把她扔给本就心怀不轨的 约瑟夫不说 现在竟然还打算 丢下她自己回国 她站在原地 深呼吸了几次 才让自己愤怒的情绪 逐渐平静下来 她收拾了一下行李 便往机场赶去 到机场的时候 傅云廷刚好准备登机 她站在机舱口 看着她拉着行李箱 一副淡定自若的模样 不疾不徐地走到她面前 副总 我很准时哦 她晃了晃手上的手机屏幕 示意傅云廷看看时间 刚好四十分钟 傅云廷懒地回应她 物质转身上了机 圣语悦紧跟起后 飞机很快起飞了 傅云廷从起飞之后 便进了机内的休息室补眠了 虽说她大概猜到了 圣语悦只是赌气 故意不接自己电话 不回酒店 但毕竟始终是个女人 而且长得还那么招摇 又在陌生的国度 难免还是有些担心 她还是有些后悔 让她去送约瑟夫的 只是以前这些 都是送旗的工作 她习惯性地 就说出让圣语悦 去送约瑟夫的话 即便她很快意识到 这个命令欠缺考虑 但依旧没有反口 不想打脸 一整个晚上 傅云廷都在懊悔 和担心中度过 结果就是 失眠了 一早起来 头脑也有些昏昏沉沉的 一直等到早上 都没等到圣语悦回来 一气之下 她便决定动身回国 此刻 看到那女人 安然无恙地出现了 也跟着她一起登机了 她这才开始有了困意 圣语悦独自一个人 坐在座位上 满头的线条 自己特地打扮成这副德行 傅云廷是瞎了 还是看到了 故意装作没看见 亦或者是 她压根不关心 她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意外 顿觉没意思 她从随身的包里 拿出化妆包 起身进了洗手间 将自己脸上的妆容 全部卸掉 涂了一些护肤品 摘掉了隐形眼镜 戴上一副普通的近视眼镜 然后又重新换了一套 宽松的衣裤 回了座位 她从包里 拿出一副眼罩 将座椅调整到合适的高度 便舒舒服服地躺了下去 圣雨月这个人 最擅长的 就是想不通的问题就不想 自己先过舒坦了再说 这会儿 她最想的就是在睡眠中 度过漫长的 十四小时的飞行时间 傅云廷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 她没想到 自己竟然能睡那么久 那女人竟然也没有进休息室来 她起身走到外面 入眼便是 圣雨月那张素颜白净的脸 她平躺在座椅上 侧身睡着了 身上穿着一件T恤 搭配一条超短的运动裤 即便是睡着了 那模样看起来 也是极具鲜活靓丽 只是那双细长的腿 不愿安分地躺在毛毯底下 反倒是夹着毛毯 睡得倒是很香甜的模样 她猴杰的位置 细不可查地滚动了两下 她没有叫醒她 转身去了洗手间洗了把脸 又重新回到座位上 她就坐在圣雨月的对面 盯着熟睡中的女人 看了许久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空姐这时候走过来 想要问她 需不需要吃点东西 结果被她一个眼神劝退了 圣雨月醒来的时候 天已经蒙蒙亮了 她拉开挡板 看到外面一片蓝天 瞬间觉得自己又充满电量了 她伸了伸懒腰 转头才发现 傅云婷坐在她斜对面 正好整以狭地盯着她 不 严格地说 是盯着她的胸前 这男人该不会脑子里在想着 在飞机上沉运吧 她只是换了一件普通的衣服 款式也是重归重矩的 没有勾引到她吧 她随着男人的目光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衫 猛的 她双手抱住胸前 一脸恐慌地看着傅云婷 她睡前换衣服的时候 习惯性地把胸衣也脱掉了 这会儿 因为自己伸了个懒腰 衣服上竟然印出了两个印记 她的头属于比较大 而且突出的 不穿胸衣的时候 那印记真的很强戏 傅云婷看着她略为浮夸的表情 嘴角勾了勾 戏有些过了 语气中带着些许的戏血 又不是没看过 捏过 圣雨月没想到 这男人不仅会做 这出口竟也色气满满 圣雨月刚开始 的确是被自己的无意走光吓到了 只不过 她也从来不是扭捏的人 她在傅云婷面前演戏演习惯了 所以 有些本能的 就又演了起来 傅云婷似乎越来越懂她的戏路子了 有时候心情好 倒是愿意配合她演一演 只不过 现在吗 既然圣秘书开了方便之门 她哪有不敬之力 她伸出右手食指 冲圣雨月勾了勾 圣雨月拿掉盖在自己大腿上的毛毯 起身转坐到傅云婷的身边 刚一坐下 男人便朝她靠过去 她不自觉地从鼻腔里发出声音 男人似乎很爱听她这般失控 又有些隐忍的声音 圣雨月身怕惊动了空姐 死死地咬紧下唇 不让自己发出那些令人脸红的声音 只是 圣雨月自己也不知道 她此时咬唇的动作 更让傅云婷想要狠狠地宠爱一番 最后 圣雨月终于向她举手投降 圣秘书 该我了 说完 一把捏住女人的后颈 圣雨月发誓 这是她这辈子 做过最疯狂的事情 她一向来大胆 很多刺激新鲜的事情 她都从来不畏惧尝试 只是 谁来教教她 男人似乎看出了她的无措 勾着唇角带着节奏 四十分钟后 圣雨月抬起头 等圆了双眼 看着傅云婷 傅云婷递给她一瓶水 圣雨月一下子喝了半瓶 依旧皱着眉头 一脸不悦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傅云婷看着眼前女人 近乎乍毛的模样 难得的轻笑出声 终于有一回 让她看出不是在眼的了 好了 去梳洗一下吧 我让空姐拿点吃的过来 圣雨月气鼓鼓地起身 进了洗手间 傅云婷这才收回脸上的笑意 招来空姐 让她送早餐 空姐走到傅云婷身边的时候 空气中隐隐约约透着一股味道 看了一眼洗手间的门 空姐的耳根也迅速染上了粉红 圣雨月回到座位的时候 早餐已经整齐地摆放好了 她胡伦吞早地吃了起来 她都忘了自己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一场看似运动量不大的沉运 实则可是耗费了她不少能量 现在她才发现 自己饿得大概能吃下三个汉堡 傅云婷依旧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优雅地吃着眼前的餐食 她好像无论什么事 总是一副淡定自若的模样 这有时候 真的让人气得牙痒痒的 圣雨月首当其冲第一位 她咬下一口面包 用力地咀嚼 似乎将她当作傅云婷一般 又似乎是想要盖住嘴里那股 怎么都冲不掉的味道 吃完早餐 傅云婷这才开始拿出笔记本开始工作 圣雨月也跟着将这次 跟约瑟集团开会的一些细节 再重新整理了一次 所有工作做完的时候 也差不多快到了 圣雨月这才重新去洗手间 化了个妆又换了套衣服 傅云婷看着眼前妆容精致的女人 微微蹙了蹙眉头 虽然她素颜和庄后的差别 并不像那些网红一样 像换了一个人 但庄后的她 风情妖媚中带着思绪的冷冽 有些强势的感觉 而素颜的她 反而更为诱人 仅仅只给人一种感觉 那便是妩媚 很显然 傅云婷更喜欢素颜的她 他们下飞机后 傅云婷本来想 本着人道主意送她回去 结果竟然被她拒绝了 谢谢傅总 不过不浪费您的时间了 我自己回去就好 说完 拉着行李箱 迈着高傲的步伐 便自顾地走了 开什么玩笑 她现在还住在他们的婚房 让她送 那不就都穿帮了 傅云婷还真没见过 如此不识好歹的女人 要说她故意勾引 她却每次都潇洒地扭头就走 要说她不是勾引 她又总是一副妖野的模样 在她面前晃 她收回看着盛雨月的目光 转身也上了车 盛雨月回到家 就接到爷爷的电话 小妮子 跟你老公出国 好玩吗 爷爷贼兮兮的语气 从电话里传来 想来是那几个蠢到家的保镖 一落地 便去汇报工作了 她突然庆幸 跟傅云婷在L国的时候 是住在一间套房里的 要不然都得暴露了 爷爷 拜托你以后安排人的时候 起码通知我一下吧 要不然 我会被那群蠢货吓死 盛雨月大概一辈子的撒娇 都只用在盛卓汉身上 盛卓汉听着孙女 那充满撒娇的投诉 哈哈大笑起来 何况 我一个跆拳到黑带 哪里需要那几个玩意儿 盛雨月听着爷爷爽朗的笑声 心情也跟着好了几分 一直以来 爷爷都有安排人在暗处保护她 没有特殊的情况 那几个人 就跟不存在似的 久而久之 盛雨月也忘了这件事 今天 他决定好好跟爷爷说道说道 让爷爷撤了这几个人 要不然 迟早有一天要穿帮了 这不是 我也忘了吗 这几个保镖 从盛雨月在国外的时候 就一直被派首在他身边 盛卓汉的确也是忘了 现在 你有你的小老公的保护 的确也不需要他们了 盛卓汉觉得 凭借傅云廷的身份权利 自是能够将他的宝贝孙女 保护得很好 对对对 您知道就好 盛雨月没想到 自己还没开始发力呢 爷爷就已经想通了 皆大欢喜 跟爷爷通完电话 盛雨月没有休息 直接开车去了盛氏集团 今天刚回国 傅云廷好心地 给他放了一天假期 他刚好可以回公司 去处理一些其他的事情 才刚进总裁室 好友间男闺蜜沈渊文训 立刻闪现在他面前 哟 小月月 皮肤变好了不少呀 是不是用了纯天然护肤乳液 沈渊站在盛雨月面前 盯着他的脸打亮了起来 盛雨月伸手按在他的脸上 一把将他推开 羡慕 你也有的 可以随时自铲自销 则则则 看看 看看 被开荒过就是不一样 连说话都带着颜色 盛雨月 难道不是你先说的 好了 赶紧的 先说说盛氏公司怎么回事 沈渊不仅是盛雨月的闺蜜 也是盛氏集团的副总裁 帮忙盛雨月 打理公司的大小事务 看出来 盛雨月现在没太多心情 跟他开玩笑 他拉开椅子坐下 两人这才开始 谈起工作的事情 盛国四跟裘德洛 盘了一笔单子 他占大头 结果 裘德洛那边 不仅只是一个空壳公司 而且 卷跑了项目所有资金 连夜跑路了 现在还没找到人 听了沈渊的话 盛雨月猝了猝眉头 盛国四是盛雨月的父亲 其实在他小时候 他印象里的父亲 是很强大的 本来盛氏集团的总裁之位 也是他的 只是他执意要将他那个 同父异母的姐姐接回盛家 才被爷爷罢免了职务 还赶出了盛家 盛国四离开盛家之后 自己成立了一个公司 叫盛氏 盛雨月自从知道后 便一直让沈渊留意着 盛氏的动向 沈渊看着盛雨月 紧皱着眉头 接着道 更有意思的是 你知道裘德洛 是谁引荐给盛国四的吗 盛雨月没有搭话 眼神示意他往下说 是你那个姐姐 盛婉鱼 这次 盛雨月终于换了个表情 挑了挑眉 盛国四不像是那么没眼界的人 怎么会那么容易就被骗了呢 盛雨月不大相信 盛国四也算是在商场上 摸爬滚打了许久的人 按道理说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错误 盛婉鱼跟裘德洛在交往 裘德洛平时表现的 就像是个超级豪门 隔三差五的 就给他送限量款名牌 哄得他死心塌地的 你父亲看裘德洛出手足够大方 加之盛婉鱼 总是在你父亲面前 为他说好话 你父亲也就轻信了 其实 沈渊不说这些事 盛雨月也大概猜到了 只是他始终有些不大能接受 在他心里 他依旧念着小时候 沈渊看着盛雨月陷入了沉思 接着说道 他如果还有脸 就不会回来找我们 沈渊刚说完 盛卓汉便推开总裁室的门 拄着拐杖走了进来 盛雨月脸色一变 立刻站起来 到盛卓汉身边 扶着他走到沙发上坐下 爷爷 你过来怎么不说一声呢 刚才可是吓到你宝贝孙女了 盛雨月知道 爷爷对于父亲和盛婉鱼的存在 耿耿于怀 生怕他因为盛博寺的事情难过 他冲沈渊使了实眼色 想让盛渊一会儿帮忙 打一下圆场 哼 不来哪能听到那么精彩的事情 小妮子 我告诉你 我不准你心软 去帮助那东西 盛卓汉对盛国寺 可谓是失望之极 以前他管理盛世的时候 还是很精明的 可也不知道 他是被下骨了 还是怎么了 自从认回了盛婉鱼之后 心都偏到一边去了 反而对自己朝夕相处了 那么多年的女儿和父亲 不闻不问 活该被骗 爷爷 其实盛雨月也还没决定要不要帮 心中的两个小人还在撕扯 就被爷爷给斩断了 我倒要看看 他没有了金钱地位 那个女人还是不是愿意跟着他 他那所谓的女儿 是不是还肯叫他一声罢 这些 都是现实报 盛卓汉是铁了心的 不愿意出手 天下无不是父母 他心底肯定还是多少有些难受的 只是 他的教育手段 从来都是灵力的 否则 也不会出来一个 如此霸气凌然的圣雨月 小月月 你就听爷爷的 准没错 爷爷 你们爷孙说说话 我回去干活了 沈渊及时开口 打破了办公室里沉重的气氛 盛卓汉也知道他的用心 点了点头 沈渊 这小妮子 天天吊锒铛的 辛苦你多看着点了 盛卓汉知道他跟圣雨月的关系 跟他说话 口气都变得不一样了 像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家 沈渊笑着说自己肯定会的 然后就出去了 来 我看看 嗯 脸色红润 爷爷之前还有些担心 你们两个没有感情基础就结婚 看来 你们的婚后生活挺滋润的 盛卓汉是过来人 一个女人有没有经过男人的滋润 前后的对比 还是很明显的 他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何况 近期 他何止是被滋润 简直去被浇灌的 水分都超标了 好吗 嗯 爷爷 说什么呢 为老不尊的 圣雨月倒在爷爷的怀里 故作害羞地说着 圣卓汉见状 大笑出声 摸着圣雨月的头 内心还是有些心疼 这孩子 几乎从十岁以后 便失去了父亲的宠爱 跟他相依为命 一直以来 他自己也很努力 从来不会叫他失望 他也老了 不知道还能陪伴他多少年 只是希望能有个人在他身边 知冷知热的 他走的时候 也能安心些 你们领证也有几个月了 也该带他来见见我了吧 圣卓汉刚说完 圣雨月差点收不住脸上的表情 爷爷 云婷他好吗 等我再找个时间带他回去 好像除了忙 他也不知道 还能找什么理由 他们这夫妻关系 处处透着不正常 正常的哪对夫妻 结婚几个月了 都没见过面 甚至连对方家长也都没见过 也只有爷爷 也不知道是真糊涂 还是假糊涂 还乐呵呵地以为 给他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好男人呢 呸 根本就是个死银贼 圣雨月让爷爷自己玩一会 自己赶紧将手上一些工作处理好 又交代了一些事情给沈渊 然后便带着圣卓汉回去了 许久未回家 一进家门 他都有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管家秦伯 看见圣雨月 立刻迎上来 小姐回家了 老爷今晚可得开心的哟 秦伯虽说是管家 但是从圣卓汉年轻的时候 就在圣家了 也算是 看着圣雨月长大的 好好 今晚都给你做你爱吃的 秦伯看到圣雨月回家 也是高兴的不行 哒哒哒的 就跑出后厨交代了 圣雨月看着这两个老头 无奈地摇了摇头 回家真好 他将自己甩在大沙发上 插起桌上的水果 就吃了起来 坐好 有点形象行不行 圣卓汉看不得圣雨月 顶着一张绝色的脸 做出完全不符合这张脸的行为 圣雨月以前还会在爷爷面前收敛几分 只是自从搬去傅云亭的别墅之后 没有约束的自由 感觉秘书室的其他几个秘书 看她的眼神都充满了打探 怎么了 我脸上有东西 圣雨月放下包 看着众人问道 其他几个秘书立刻低头 假装在忙其他的事情 只有丽莎急忙挤到她身边 撞了撞她的肩膀 老实说 副总功夫如何 对于丽莎打直球的问法 圣雨月选择迂回战术 想知道 你自己去试试 别打岔 出差前你扔在茶水间的衬衫 还有好几团纸巾 我们可都是看到了 丽莎平日跟圣雨月的关系还不错 说话也就不遮遮掩掩 圣雨月 这群人怎么那么爱关注垃圾桶呢 那你们应该也看到了 我衣服上的咖啡色吧 扔了不正常吗 则则则 你就狡辩吧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丽莎接着道 很不巧 副总的袖扣掉落在那团纸巾旁边 圣雨月没想到 还有这玩意儿 大概是那晚她帮她擦干净的时候 不小心蹭掉了 那你应该去问 你们家副总对着我的脏衣服做了什么 圣雨月扔下这句话 便固自坐下来着手开始工作 再聊下去 她怕丽莎扯出更多东西来 另外几个秘书 看似在工作 实在耳朵都快飞到他们身上了 丽莎对着其他几人耸了耸肩 转身也回了座位 傅云廷今天竟然也没上班 圣雨月倒是乐得自在 老板不在公司 她就可以趁机摸鱼 将沈渊发给她的几个文件都沈月了 也线上签了名 重新发给沈渊 做完这些的时候 刚好接近下班 她想了一下 打了个电话 给另一个女性闺蜜孟庆 摩西摩西 舍得给我打电话了吗 电话刚接通 孟庆的声音就传进耳朵 约你吃饭 走不走 圣总请客 哪有不充的道理 我打电话给沈渊 我要让她请我喝酒 孟庆主张自由 随心 所以她不愿意这儿八斤地 坐在办公室里面的工作 她选择帮人做化妆品修复 这也算是个比较新颖的职业 收入却也还不赖 圣雨月到点就下班 她开车去了孟庆的工作室 孟庆刚坐上车 便倒到圣雨月身上 打亮着闺蜜的脸 嘖嘖嘖 有男人的就不一样 这皮肤 圣雨月白了她一眼 脚下一用力 车子就飞也湿地窜出去 他们到了沐野堂的时候 沈渊也刚好到了 沐野堂的性质 有些像会所一样 可以吃火锅 撕房菜 也可以喝酒唱歌 圣雨月选择这里 也是为了方便孟庆那家伙 尽情地撒野 圣大小姐 说吧 孟庆最关心还是这个问题 当初知道 她嫁给京城第一大佬 傅云廷 简直给她激动坏了 结果圣雨月说 他们俩就是最陌生的陌生人 转个头 圣雨月就跑去还宇国际 给傅云廷当秘书 立誓要拿下傅云廷 再狠狠地丢弃 今天 她看圣大小姐这副模样 看来革命 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了 圣雨月歪着头 眼珠子转了转 好像在思考着孟庆的问题 孟庆眨巴着眼睛 就在等着她的答案 结果 好家伙 圣雨月突然坐直了身子 伸手拿过桌上的茶壶 给自己倒了杯水 点菜吧 饿死了 孟庆就好像憋了半天 憋出了个屁 五指蜷缩握成拳 往圣雨月头上一瞧 什么鬼 问你与夫进度呢 没啥好说 我也看不懂那渣男在想什么 圣雨月倒是没说假话 她的确摸不清傅云廷的心理 要说她不上钩 倒是每次 在她身上卖力得很 就好像迷恋得不行 但每次结束后 她却又恢复那副 禁欲冷静的模样 这不叫渣男 都对不起她了 大概 也就是这副身子 吸引了她吧 但要说让她连心 都被勾走 圣雨月觉得自己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思及此 她心里竟然隐隐 透着点点酸涩 还没来得及想清楚 这般感觉是什么 就被沈渊打断了 好了 好了 别一见面就说 别的男人行不行 我们几个好久没嗨了 兄弟们 嗨起来啊 沈渊可不想难得见面 都围绕着傅云婷 这一个男人的话题 什么兄弟 明明是姐妹 圣雨月和孟庆 同时出声反驳了 沈渊的话 而后三人都相识一笑 对于沈渊这个 乱入了他们的 姐妹闺蜜团之后 他们两个 就总喜欢调侃沈渊 说她是个美女子 沈渊也懒得跟他们计较 任由他们两个女的闹她 这个晚上 他们都尽兴了 在私密性绝佳的包房内 尽情地涮火锅 喝酒 猜拳 唱歌 姐妹们的聚会 不聊八卦 当然就是尽情地释放 平时积攒下来的压力 圣雨月中间接了一个电话 沈渊和孟庆丸的正嗨 她便拿着电话 走出了包房 接完电话 她就靠在一边墙上 拦住了一个 刚好经过的服务生 有烟吗 这里的服务生 都是经过严格培训的 对于顾客的所有要求 都会尽力满足 何况只是小小的借根烟 服务生立刻从自己口袋里 磨出一包香烟 牌子只是一个普通的牌子 跟圣雨月平时会抽的牌子 档次差了很多 但她也不介意 此时 她只想有根烟 来疏解一下内心的郁闷 服务生递上一根烟 顺带着按了一下打火机 用另一只手挡着火 圣雨月咬着香烟 低头靠近服务生的手 点燃口中的烟 深吸了一口 微微蹴了蹴眉头 有点浓 差点腔到了 她到了声泄 服务生便红着脸离开了 圣雨月靠着墙壁 左手夹着一根烟 眼神看起来有些空洞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圣秘书口味倒是砸得很 谁都能聊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圣雨月抬头就看到 站在不远处的傅云亭 想不到这也能遇见 傅云亭却灵敏地捕捉到 她眼中来不及收回的落寞 她缓步走向她 看着她手中夹着的烟 一把拿过 毫不介意地 就往自己嘴里送 深吸了一口 吐出的烟雾 全数喷洒在女人的脸上 圣雨月只微微一愣 很快又恢复了她的招牌笑颜 副总 这要巧 我们的缘分真不浅 她一边说 一边将身子微微向前倾 风情的脸 瞬间在傅云亭的眼前放大 她将手中的 烟昂灭在一旁的烟灰 砖属垃圾桶上 转头看向面前的女人 伸手抓住她的后颈 薄唇贴上她的两半红唇 霸道又强势地 撬开圣雨月的牙关 舌尖闯入了她的口中 味散的烟味 瞬间在两人的口中散开 一时之间 圣雨月都分不清 那到底是她的味道 还是自己的 过了一会 傅云亭松开了微微喘息的女人 暗黑的双眸 撞入女人的眼中 圣雨月以为她又要说一些难听的话 谁不知 她竟然什么也没有说 站直了身子 整理了一下有些微乱的衣服 之后便还不离开了 这是什么骚操作 被傅云亭的突然出现 倒是打乱了原本圣雨月的思绪 本来 她刚才也是在想她 谁知道 她就出现在她面前了 抬手剥了剥头发 她也回了自己的包房 沈渊和孟沁还在互相对酒 圣雨月叹了口气 加入他们的游戏 此时 她完全不知道自己 已经成了傅云亭 他们一群兄弟之间 好奇谈论的对象了 傅云亭莫名其妙地 吻了圣雨月之后便回了包间 刚一进门 几个凶的便围着她打量了起来 一个个眼神中 无一步透露出思思暧昧 她推开他们 物质走到一边坐下 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坐在一边的女人 侧头看着她 眼神中满是深情 还透着些许受伤 刚才傅云亭才刚走出包间 过没一会儿 陆子京也跟着出了包间 正好撞见她 低头稳住圣雨月的画面 她差点惊呼出声 鬼知道她花了多少力气 才克制住自己发出声音 一直躲在角落里 偷窥了那对俊男美女 激吻的全过程 直到他们结束 她才转头跑回包间 大叫出声 这下 他们整个包间的人都知道了 傅云亭亲了一个女人 那是谁 是从来不尽女色 无情无欲的傅云亭啊 但是 她竟然主动弯腰亲了一个女人 这可是天大的新闻 而包间里唯一的女人 也就是黎沫 更是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 她跟傅云亭他们几个兄弟 从小一起长大 也从小就喜欢傅云亭 傅云亭虽然不乏女人爱慕 但是她一贯来抗拒女人靠近 几乎是全京城都知道的事情 她也算是这么多年以来 唯一一个可以接近傅云亭的女人 尽管她始终对她的态度 都是冷冷的 但也让她多少觉得 自己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她一直认为 只要自己能够待在傅云亭身边 总有一日 她一定可以感受到 自己对她的感情 所以 她从来不急 她要慢慢地走进傅云亭的心里 只是她没想到 傅云亭的身边 竟然出现了另一个女人 而且她还主动吻了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黎沫此刻犹如白掌挠心 不仅急切地想要知道 那个女人是谁 长什么样子 心里更是不甘于受伤 云亭 紫禁说 刚才看到你跟一个女人在一起 你们 黎沫看着傅云亭 忍不住低声问道 傅云亭闻言 只是拿起桌上的酒杯 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她 甚至连一个回应都没有 黎沫问出口的话 仿佛是向远处抛出去的一块小石子 连一点声响都不曾听到 她委屈地咬了咬下唇 陆子经几人见状 都知道黎沫算是撞枪口上了 傅云亭向来不喜欢别人打探她的事情 即便是兄弟也不行 除非她自己想说 否则 你绝对不可能从她口中探到什么消息 他们几个尽管也很好奇 但没人敢去试探她的底线 此刻 黎沫还没有被傅云亭给赶出去 也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 战骑男适时的出声 打破了尴尬的气氛 云亭 过来继续麻将呀 我不信今晚不能赢你一把 傅云亭站起身 走到麻将桌边 伸手摸了一只麻将 嘴角往上翘了翘 你今晚大概只能换信仰了 坐下 他们继续之前的麻将 黎沫坐在一边 也没人去搭理她 京城四大家族 以傅家为首 然后就是陆家 湛家和黎家 四大家以前都是在一个院子里的 几人年龄也都差不多 所以从小便一起玩 黎沫是四人里面最小的 小时候的黎沫长得非常可爱 他们三个男的 也经常会让着她 长大后的陆子晶 个性依旧跟小孩子一般 杂杂呼呼的 湛齐男倒是沉稳许多 变化最大的就是傅云亭 城府极深又高了 他要不就是不开口 一开口总是能对得人们怀疑人生 黎沫还是跟小时候一样 给人一种邻家小妹的感觉 但他大部分时间是乖巧懂事的模样 有时候会暴露出一点公主脾气 他看着傅云亭的眼神经常是透着光的 任谁都能看出他对于傅云亭的爱慕 骆子晶不知道他有没有尝试过跟傅云亭表白 不过即便是有 傅云亭大概也是拒绝的 从进入青春期之后 黎沫虽然依旧像小时候一样 跟在他们后面 但是傅云亭却不像尔时那般会处处让着他了 反而几乎把他当作空气一般对待 但黎沫却丝毫不在意 只要他们有聚会 黎沫必定会跟着来 胡了傅云亭推倒手边的麻将 又一次互拍 陆子晶哀声连连 大叫着又胡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傅云亭嘴角勾起一个浅浅的弧度 从黎沫的角度看过去 阴气中带着点脾气的模样 又一次让他心跳加速 不对啊 炸胡 战气男的声音响起 傅云亭嘴角的弧度还没收回去 竟是生生地将住了陆子晶揉了揉眼睛 哈哈的大笑出声 傅云亭 你竟然有惊天 真的是炸胡 云亭 你竟然会犯这种错误 战气男也很惊讶 像这种低级错误 他们谁都可以犯 唯独发生在傅云亭身上 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但今天 在傅云亭身上 竟然一连出现了两次不可能的事情 傅云亭将自己的筹码 全数扔了出来 随后站起身 走了 不完了 哈哈 云亭 你是不是觉得很没有面子 没关系的 兄弟一场 我不会往外转的 陆子晶一边笑 还一边说着 傅云亭自动忽略她的笑声 走出了包间 真是见鬼了 刚才一个走神 想起那女人跟服务生戒烟的模样 内心浮起一丝 她也想不明白的情绪 一个不小心 就炸胡了 真是美色误人 傅云亭都不完了 他们几人也跟着她 一起走出包间 刚好圣云亦和沈渊一人 一边嫁着喝得烂醉的孟庆 走出来 双方打了个照面 傅云亭出了醋眉头 盛氏集团的副总裁她认识 但怎么会跟盛云亭在一块 而且 这样子看起来 关系还不错 沈总 这要巧 沈渊看见傅云亭 也有些惊恶 但也很快隐藏起 自己内心的情绪 傅总 的确很巧 傅云亭点了点头 目光转向 站在另一边的女人身上 傅氏最近跟盛氏 似乎没有什么业务来往 盛密书 你这是 盛云亭在他们双方碰面的时候 想过要被傅云亭拆穿的可能性 但却万万没想到 她竟然第一反应 不是怀疑她的身份 而是怀疑 她的别有用心 这脑回路 她也是服了 傅总 您误会了 喝醉的这个是我的朋友 而沈总是她的男朋友 她来接我朋友回去 傅云亭的身后 站着陆子晶和湛齐男 陆子晶看到圣语月时 双眼都在放光 她竟然找不到形容词 可以形容圣语月的美 五官立体 带着无法忽视的名言 但脸上的每一个表情 都透着冷傲 而眼前这妖媚风情的女人 便是刚才让傅云亭 弯腰索吻的人 原来傅云亭喜欢这款的 难怪以前那么多美女 自动现身 她都不要 这女人 真的是她见过 长得最好看 又最天然的 她激动得 拉着站齐男的一只手臂 不停地晃 压抑着自己澎湃的心情 在内心里尖叫 站齐男嫌弃地甩开她的手 她才附在站齐男耳边 稍稍地将她发现的 惊天大新闻告诉她 尽管声音不大 但依旧被站在 他们身后的黎默听到了 她看向前面 刚好看到圣雨月 看向傅云亭 她看着傅云亭的眼中 似乎没有太多情愫 反而有点冷 她看不到傅云亭的表情 但傅云亭 此刻周身 散发出一股寒气 她看着圣雨月的眸色 似乎也越变越冷 大概是看出了 圣雨月在撒谎 她点了点头 然后做了个请的动作 那沈总 你们先请吧 沈渊点点头 跟圣雨月 驾着孟沁走在前面 傅云亭走在 他们三人身后 眼光始终落在 在圣雨月身上 眼神晦暗不明 直到将孟沁塞进车里 沈渊才暗暗松了口气 圣雨月你这个坑货 圣雨月直接甩上车门 她就交给你了 扔下一句话 她便迈着傲气的步伐 去找自己的车了 刚才因为害怕 在停车场 再次遇见傅云亭 他们只好将孟沁 塞到沈渊的车里 沈渊此时 看着最倒在后座的孟沁 觉得自己真的是物交损友 傅云亭才刚坐进车里 便拨通了宋琪的电话 调查一下剩下 最迟明天早上 我要看到她的所有资料 傅云亭一直觉得 她的这个秘书身上的气质 不像是普通的女人 她的工作能力很强 身上也有一股韧性 而且有时候 不经意间能看出 她身上似乎与生俱来的一种 来自于高位者的交情 但有时候在她面前 又有一种似乎做作 又毫不违和的交柔 她好像有很多面 就像是一个个谜团 等着她一个个去揭开谜底 既然是个谜 那就让她一点点的 拨开迷雾吧 思及此 她又拨通了宋琪的电话 不用查了 电话那头的宋琪 手里握着手机 一脸莫名 躲在车里的盛雨月 看着傅云亭的车子开走 这才微微地松了口气 刚想发动车子 便有人来敲她的车窗 她转头便看到 一个长相可爱的女孩 她降下车窗 礼貌性地问了对方 有事吗 黎莫此刻近距离地 看到了盛雨月 内心不可抑制地 长出了一种 叫做极度的情绪 你是云亭的什么人 盛雨月对于这种 没教养又没营养的问题 向来不愿意 多浪费一秒的时间 黎莫才刚问完 盛雨月便固自 升上车窗 一脚踩上油门 离开了 留下站在原地 一脸气氛不甘的黎莫 盛雨月一路仿佛 将脚下的油门 当做了傅云亭 恨不得一脚将她踩扁 云亭 云亭 呸 什么人 哼 说出来 我怕你得投合自尽 剑砸碎 不是不敬女色吗 哪里蹦出来的林家小妹 盛雨月双手抓着方向盘 咬牙切齿地自言自语道 当她意识到 自己这来得 莫名其妙的情绪时 刚好到了别墅的车库 一个猛刹车 直接撞到墙上 她却毫无心情 去关心她的科尼塞克 一个人坐在车里 不停地思考着 自己这疑似 醋意的情绪是为何 她二十几年的人生里 除了童年时期的父亲 便只有爷爷和沈渊 两个男人在身边 尽管身边不乏追求者 但她从来连看 都没欲望看她们一眼 要不是因为娃娃亲 她大概这辈子 都不可能会结婚 要不是她的这个新婚丈夫 实在太有辱她的身份 她也不会潜伏在她身边 做个秘书 但她此刻竟然发现 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对傅云婷 有了一种 自己也说不明白的情感 妈的 女人果然不能随便失身 失身便失心 天叔听到动静 跑到车库一看 车子竟然将车库 墙面上的砖都撞裂了 而圣雨月还坐在车里 皱着眉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 她敲了敲车窗 圣雨月回过神 打开车门走下来 太太 您没事吧 天叔 我没事 她一边说着 一边往屋里走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明天 我让人重新给您 送一辆一样的车过来 还是您想换车的款式 天叔不亏是傅家的管家 对于方方面面 真的考虑得非常周全 不用了 天叔 你让人明天 把车开去修一下就好 圣雨月知道 傅云婷财大气粗 不过她还是不主张铺张浪费 何况 这两颗尼塞克 可是她最心爱的座驾 怎么能说换就换 圣雨月回家后 给沈渊打了一个电话 但是一直无人接听 沈渊一直还算靠谱 圣雨月也就没有再继续打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傅云婷经过圣雨月的公位时 停留了一下 圣雨月今日穿了一件 DV领的白色衬衫 圣雨月抬头跟她对视了一眼 站起身 副总 有事吗 傅云婷没有回应 抬不往总裁室里走 傅云婷才开口 跟我进来 好的 圣雨月快步跟上傅云婷 进了总裁室 秘书室里其他几个秘书 本来就极为灵敏地嗅到了 圣雨月和傅云婷之间的 不同寻常 刚才傅云婷经过 圣雨月身边的时候 看她的眼神 明显带着玩味 此刻 圣雨月才刚把总裁室的门关上 几人 就又凑到一起聚众吃瓜了 总裁室内 你联系一下 林氏那边度假村的负责人 通知他 我明天跟几个部门经理 过去视察一下项目开发的情况 傅氏前几年在林氏投标 竟得了一块一千多亩的地 之后便将它开发成为一个 娱乐休闲的景区度假村 但是这块地实在太大了 目前才开发了一半 已经建好的一半 已经开始对外开放 公游客游览完了 傅云婷的理念 是将景区融合欧陆文化 和中华山水园林 及海洋馆 旅游观光 休闲娱乐 科普教育与一体的 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 但目前还剩下度假酒店 和儿童娱乐设施 还没有开始建设 想来 傅云婷这次视察 大概是为了再整体考察一下 整个项目的运作情况 落实推进下一步的景区建设 圣雨月点了点头 刚准备转身离开 傅云婷又开口了 妈的 就不能一次性说完 你明天跟我一起过去 做好记录 回来的时候 给我一份完整的报告 好的 圣雨月出了办公室 回工位 便去联系度假村负责人 挂了电话 他大大地呼了一口气 好像自从跟傅云婷睡了之后 自己的工作量 莫名其妙地多了起来 然而宋奇呢 莫名其妙地闲了下来 被惦记着的宋奇 这会儿 才刚刚下了飞机 没错 他才没有闲下来 他被傅云婷派到L国来了 傅云婷刚回国 便收到消息 他们前脚刚走 约瑟夫后脚 便跟二国的人接触 上次他们已经把合作的条约约定好 就差签合同了 没想到约瑟夫 竟然如此没有商业道德 还想着拉着二国那边的弥赛集团来掺一趟 想来是之前在圣语月和傅云婷身上吃了瘪 咽不下一口气 才故意要摆傅云婷一道 但傅云婷是什么人 哪里会有这约瑟夫如此蹦打 既然他不想好好合作 那也别怪他 没有手下留情了 圣语月跟度假村负责人 沟通好明天傅云婷的视察细节之后 便开始翻阅度假村的相关资料 他对于傅氏开发的这个度假村并不熟悉 要跟着傅云婷过去视察 势必要先了解好整个项目的大致情况 这是他的习惯 也是傅云婷的习惯 一日 圣语月到公司的时候 几个部门经理已经先出发临时了 傅云婷在办公室里等他 他端坐在沙发上 双腿交叠 一手拿着手机 在刷着财经新闻 一只手拿着一杯咖啡 圣语月推开总裁办公室的时候 没看到傅云婷 走近一看 晨光照射在他的侧脸上 阴婷的鼻梁 浓默的眉毛 在光线的照射下 甚至还能看见他脸上的思绪绒毛 此时 他的衬衫开了两个扣子 透过敞开的衬衣领口 清楚地看到凸起的喉结 圣语月的心漏跳了半拍 大清早的 有些隐缘犯罪 看够了吗 傅云婷的声音 打断了圣语月脑子里 一些少而不移的画面 傅总 可以出发了 嗯 傅云婷起身 走到办公桌前 按了一下内线 孙渠 五分钟后 把车开到正门 五分钟后 傅云婷和圣语月 走出富氏大厦 孙渠是傅云婷的私人司机 平时大多数时候是他开车 一见到傅云婷 他立刻下车 拉开后座的车门 迎着他上车 宋气不在 圣语月自觉地拉开 副驾驶的车门 刚要坐进去 傅云婷的声音 就从后座传来 到后面来 圣语月虽然心里不大愿意 但还是在孙渠惊奇的目光中 坐到傅云婷的身边 眉头不可细查地错了错 这女人今天的娇柔扭捏 不是装的 她所认识的剩下 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聊拨她的时候 可是大胆得很 也不怪傅云婷有所疑惑 连圣语月自己 也想敲开自己的脑袋 怎么一大清 早就被傅云婷 那副境遇的模样给聊了 此刻自己的脑海里 都是跟她翻云覆雨的那些画面 白日私营 有罪 傅云婷看她此时略带局促的模样 反而有几分乖巧 到好心的开口去损她 她从一旁拿出平板 安静地看着报表 车里的气氛 逐渐变得轻松下来 圣语月脑子里的那些画面 随着傅云婷认真工作的样子 越来越生动 她的耳阔到紧箔 都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粉色 手心里都是汗 要不是很清楚 自己今天没有乱吃东西 她都要怀疑自己 被下药了 这节奏有问题啊 她的本意是潜入复世 将傅云婷玩弄在自己手掌心 但现在傅云婷还没被她掌握 自己就掀入了她的道 这不符合常理 她不停地在心中默念心惊 企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傅云婷收起了手里的平板 转头看向圣语月 便看到她闭着眼睛 嘴巴似乎不停地在念着什么 但却完全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你在做什么 听到傅云婷的声音 圣语月睁开眼睛看向她 此时的她已经恢复了以往的冷傲 你在做什么 傅云婷又问了一次 圣语月露出一个招牌笑容 那双勾人的眼睛竟显妩媚 再念心惊讶 圣语月毫不掩饰地应道 傅云婷 京城距离零时 有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现在还有一个小时才到 傅云婷懒得继续搭理她 将头往后仰了仰 闭上眼假妹 一个小时后 麦巴赫停在警区门口 圣语月下车 抬头看了一下 世外桃源 一个很写意的名字 度假村负责人和几个部门经理 看到傅云婷 立马迎上来 副总 里面请 圣语月跟在傅云婷身边 听着负责人 对于生态景区经营的各番介绍 脑子和手都没有闲着 关键点位 她都会拿笔 在本子上简单地记录下来 有时候 傅云婷也会在某个点上 提醒她记录一下 两人之间形成一种 很自然的默契 就连走在他们身后的 几个部门经理 都是跟了傅云婷很多年的 都不禁佩服起了圣语月 因为实在太少人 能跟得上傅云婷的节奏 甚至还能清楚地知道 傅云婷的需要 两人就像是配合了 多年的搭档一般 走了一上午 他们基本将目前 开放的区域都走完了 圣语月也将一些 还需要整改的地方 清楚地记录起来了 负责人带他们到景区的办公室 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会议室 他让人去景区里面的餐厅 打包了一些午饭回来 傅云婷和他们 就都在会议室里面 将就着吃了个工作餐 负责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叫余浩 他先举起手边的茶杯 副总 感谢您今日抽空 来景区亲自指导工作 我以茶代酒 敬您一杯 傅云婷脸上的表情淡淡的 但还是拿起桌上的杯子 举了举 仰头喝了一口茶水 今日主要是要来看看 另外一半未开发的地 但是我很意外 目前开放的区域 还是有很多不进完善的地方 希望你们尽快整改好 生态旅游度假村 就是为了让来到这里的游客 有种放松心情 接触大自然 也让孩子们在这里体验到一些生活中 比较少接触的东西 所以从卫生到安全 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忽视 傅云婷放下茶杯 看着面前的余浩 和他底下的几个工作人员 利色地说道 余浩不停地点头 表示一定尽快针对未完善的部分 进行整改 圣余月简单地扒了几口饭 又重新地打开手边的笔记本 刷刷刷地又写了几点 然后便开始整理起早上记录的东西 他就坐在傅云婷的左手边 傅云婷侧眸瞄了一眼他的笔记本 唇角细不可查地往上勾了勾 但这一幕还是被几个眼间 又一直在注视着傅云婷的余浩 和几个部门经理捕捉到了 傅总 刚才竟然笑了 他的笑容好像有点意思 似乎是认可 又好像是欣慰 圣余月还不知道这一切 他工作的时候 是真的全身心都投入在里面 也是他这副专注的模样 不禁又让傅云婷 对他再一次另眼相看 他是真的不是空有一副面孔 他的工作能力的确很不错 床上功夫也不赖 当傅云婷意识到 他的大腿已经不知不觉靠近圣余月 甚至已经蹭上了他的大腿 圣余月感受到 自己右腿被轻轻地撞了撞 低头瞧了一眼 傅云婷好像就是故意的张大腿来碰瓷的 傅云婷何时做的这般没有修养 这一定是故意的 饭后 一行人休息了一会儿 就向那片未建设的空地那边走 这片地有一千多亩 剩下三百多亩未建设 其中还有一片人造湖泊 傅云婷一行人刚好走到这片湖泊的位置 虽然这边未做建设 但毕竟依旧需要管理 余昊之前便让人在这片湖泊上 简单地搭建了一座夜压可升降的桥 他根据湖泊水位掌退来升降高度 这也方便了工作人员来回 不用绕行一大圈 傅云婷和余昊走在前头 今日湖泊的水位不低 桥梁也升得比较高 圣余月走在傅云婷的身后 他一会儿 环视着整片湖泊周围的环境 一会儿走到桥的侧边 看着湖中 依稀可见一群鱼儿在围观他们 仿佛是许久未见如此热闹 又像是在期待着他们的头位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不知道哪里跑出来一个小孩 一边小跑 一边往里湖中撒东西 大概是脚上拖鞋打滑 竟是生生地摔下水了 众人听到冬一声 撞丝物体落水的声音 都回头看了一眼 便看到湖中有个小孩在挣扎 就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时 圣余月已经脱掉脚上的高跟鞋 一跃跳下水中 向那个落水的小孩游过去 他双手勾住那孩子的腋下 反挖勇将孩子送到岸边 众人都跑到岸边 于昊和几个工作人员 找来了一根树枝 帮忙将他们拉回来 圣余月将那孩子往上抬来抬 众人合力帮忙将孩子拉上岸 纵使他经常锻炼 体力也早已经耗尽 而且他在靠近岸边的时候 大腿处大概是被水下的枝叉给滑到 疼得他差点爆粗口 但他还是坚持将孩子交给岸上的人 那孩子成功被拉上岸 众人都松了口气 只有傅云廷留意到 圣余月逐渐苍白的脸色 几个部门经理拿着树枝 要将他拉上岸 可是他体力已经告急 甚至意识逐渐不清 不仅没有勾上树枝 反而慢慢地往水下沉 几个部门经理倒吸了一口气 于昊刚准备下水搭救 便看到身边一个黑色身影 一跃跳下水中 傅云廷迅速到圣余月身边 要将他拖举上去 才发现他的脚 似乎被什么东西缠绕住了 他迅速游到水下 就闻到水下一片血腥味 圣余月的大腿处 不停地冒出血 白色的长裤都被划破 染满了血色 他迅速解开 缠绕着圣余月脚踝处的藤腕 然后将他往上拖 由岸上的众人将他拉上去 随后傅云廷也被人拉上岸 圣余月上半身穿着一件白色衬衫 此刻湿透的衣服 将他黑色的内衣和饱满 全部暴露出来 他早已经失去了意识 而于昊正在给他做心肺复苏 傅云廷一把推开余号 将自己同样湿透的黑色西装 脱下 葛在圣余月身上 他也不顾自己的西装 也是湿透的 只是单纯地不想 他的身体被一大群男人围观 继而 他开始继续余号刚才的心肺复苏 还一边给他做人工呼吸 围在他们身边的几个部门经理 都面面相去 心里可谓是不无震惊的 他们跟着傅云廷这么多年了 何时见过他这样的神色 紧张又隐隐地带着些关心 就好像没错 好像还有一点慌乱 似乎有点生怕 这个跟在身边的秘书 醒不过来似的 更吓人的是 他竟然对着圣秘书做人工呼吸 他不是女人物镜吗 但他竟然不排斥 与圣秘书嘴对嘴的人工呼吸 众人在脑子里 已经脑补了一出浪漫的言情剧 而傅云廷 似乎进入了一种魔症的状态 只是不停地重复 给圣雨月做着复苏和人工呼吸 过了好一会儿 圣雨月吐出一口水 终于醒了过来 他睁开眼睛 便撞入一双发红的双眼 男人一把抱起他 围观的一行人 自动地让出一条道 傅云廷边走边吩咐道 孙渠把车开过来 孙渠立马向圣区外跑 当他车子开过来的时候 傅云廷已经抱着圣雨月 走到圣区门口 去医院 傅云廷抱着昏昏沉沉的圣雨月 坐进车里 沉闷而又凌厉的声音 对着孙渠说道 失血过多 又浑身湿透的圣雨月 此刻只觉得自己浑身冰冷 身子不受控制地不停发抖 连牙齿都在打着颤 傅云廷将他紧紧地拢在怀中 温度调大点 他出声吩咐道 孙渠也很着急 脚下加大了油门 很快便将他们送到了 距离景区最近的医院 圣雨月被送进抢救室 傅云廷坐在门外 他白色的衬衫袖子上半壁都是血子 但他却毫不在意 只紧紧地盯着抢救室的大门 不知道在想什么 几个部门经理和余昊也赶了过来 其中营销部经理 手里还拿着一个袋子 副总 我过来的时候 顺道去给你买了一套衣服 您先把湿衣服换掉吧 傅云廷没有搭理他们 眼睛倒是瞄到余昊身上 今日的意外 也足以说明 度假村存在的安全隐患不小 你应该再去想想 应该怎么整改 的确 湖泊上这座桥当时 也不过是临时搭建的 只是为了工作人员 走动的时候比较方便 如果那片区域要建设的时候 那座桥势必要重新打 只是那一片还未建设 平日也少有人往那边跑 他们也没有将那一片 暂时围起来 或者立道失败 今日那小孩 是其中一个工作人员的孩子 跟着父亲去上班 看到那片湖里有许多鱼 也不知道去哪里 拿了几个馒头 跑到桥上去喂鱼 好死不死的 意外就在傅云廷的面前发声 于昊此刻瑟瑟发抖 好不容易当上了 这个景区度假村的负责人 每年拿到的分红奖金 让他的生活条件 变得越来越好 今日一事 如果傅云廷追究起责任来 他肯定饭碗不饱了 但这片未建设的 用地安全管理 的确是他疏忽了 景区那么大 每天来游玩的游客不少 游客都是自由走动的 有时候会走到那片区域 也不奇怪 但他之前没想过 要做个告示 他太想当然了 以为人人看到 那片荒地 便肯定不会再继续靠近的 傅云廷现在也没心思 去追究谁的责任 他现在心底有些烦闷 刚才在车上的时候 他微微地掀开了圣雨月 被划开一个大口子的裤子 看见了他大腿上的伤口 从膝盖上方 一直延伸到大腿根 伤口看起来很深 模样十分猙獰 难怪会流了那么多血 尽管湖中的水 看起来还不算太脏 但毕竟还是有很多细菌 他担心伤口被细菌感染了 那势必还有得折腾 那女人看起来很勇敢和倔强 但毕竟是个女人 对于疼痛的忍耐 还是有限的 他还记得 他们第一次发生关系的时候 他都隐隐看见他挂在眼角的泪珠 但他依旧一脸倔强 与他进行一场极限拉扯的运动 甚至事后 他以为他该跟其他一些女人一般 娇滴滴地跟他撒娇 说他弄疼他了 结果呢 结果就是 他洗个澡的时间 那女人已经跑得无影无踪 大概是他身上的一股韧性 与与众不同 才让他多看他几眼 但要说有其他什么不同 似乎又谈不上 圣雨月被推出急救室 送到病房的时候 他还在昏睡中 傅云亭看着躺在床上 脸上毫无血色 却依旧掩盖不住他那的魅色 一贯来有些张扬肆意的他 此刻就像一个洋娃娃一般 乖巧地躺在床上 你们回去吧 傅云亭转身 对着几个部门经理说道 接着又转头看向于昊 我给你一周的时间过去 重新自查一遍 今日的事故 如若发生在游客身上 你担不起这个责 下周把自查情况 和整改情况提交上来 你如果管不好一个度假村 多的是有能力的人 傅云亭说完 便拉开病床旁的椅子 自顾地坐下 不再搭理其他人 几个经理和于昊 善善地离开了病房 这时 孙渠刚好拿着一袋东西 进了病房 副总 您先去换身衣服吧 大概是知道圣渝月 没什么问题了 傅云亭也才放下心 结果孙渠递过来的袋子 起身进了卫生间 孙渠等到傅云亭换好衣服 才离开病房 医生担心 圣渝月的伤口会发炎 傅云亭坐在一旁的沙发上 眼睛却没有从圣渝月的身上移开 圣渝月等到晚上八点多 才悠悠转醒 她睁开眼睛 入目便是一片白色 她转头便看到 坐在不远处的傅云亭 她就坐在沙发上 看到她醒来也没有任何反应 就那样与她对视 副总 可以麻烦你帮我倒杯水吗 圣渝月虚弱地开口 傅云亭才站起身子 给她倒了杯水 插上一根吸管 滴到她的嘴边 为她喝下半杯水后 傅云亭才按了护士铃 医生进来给圣渝月检查 圣渝月小声地问医生 能不能给她开个止疼药 她其实是被大腿的伤给痛醒的 麻醉药一过 她便开始感觉到钻肉的疼痛 傅云亭听到她跟医生的对话 挑了挑眉 还真的是够坚韧 她的脸上完全看不出丁点一样 要不是她开口问医生要止疼药 她是真的看不出来 她有任何不是 最多就是虚弱了一些 但之前流了那么多血 虚弱也实属正常的 医生检查完 又给圣渝月开了一片止痛药就走了 想吃什么 我让孙渝去买 傅云亭走到她的病床边 声音难得的温和 我不挑食 都可以 傅云亭拿出手机 给孙渝打了一通电话 之后 病房里如同之前一样 安静如私 当时 桥上那么多人 为什么不让其他人去救那孩子 傅云亭看得出来 圣渝月其实家境应该不错 从她日常的装扮到她身上 散发出来的气质 都不是普通家庭的女孩子 但她的认知里 那些家境都不错的女人 大多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公主病 虽然那湖水也不算太脏了 但换做其他女人 肯定十分嫌弃 更别说奋不顾身跳下水 拒救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 身体发出的本能行为 我不知道 在场有没有人会游泳 但我知道 自己会游泳 而且 那是个孩子 如果有什么事情 她的父母得多痛苦 更何况 傅总 要是在度假村里发生了事故 对于接下来度假村的运营 可是影响很大 傅云亭坐在一边的凳子上 听着圣语越一连说出了好几个理由 看着圣语越的眼神 逐渐变得隐晦 圣语越一边说 还一边在回想当时的情景 她其实当时非常有把握 可以救下那孩子 而自己也能安全上岸 只是没想到 靠近岸边的位置 底下有那么多的东西 不仅把她的大腿 划伤 甚至还有支腾缠住她的脚 真的差点就把自己交代在那里了 但是她并不后悔 就在她发愣的时候 傅云亭的脸却在她眼前放大 随之 唇上也传来温热 她大概是麻醉药效刚过 身体反应还不够灵敏 只是睁大了眼睛 看着眼前的男人 傅云亭也睁着眼睛盯着她瞧 两人的眼神碰撞在一起 傅云亭灵巧地用舌尖撬开她的牙关 抬手按住她的后颈 加深了这个吻 圣语越从一开始的呆滞 到惊讶 再到些许的抗拒 最后 是被傅云亭引领着 渐渐沉沦 她的双手 不知道什么时候 攀附到了傅云亭的肩上 最后 双手交叉 勾着她的颈迫 直到圣语越气喘吁吁 傅云亭才放开她 直起身子 背对着圣语越整理了一下衣服 也平复一下心情 要不是现在的场合不对 圣语越的身体状态不允许 她刚才真的会又一次失控 这个女人 一次次让她明白 自己之前一直都高估了自己的自制力 十分钟后 小云亭终于冷静下来了 她才转过身 看向床上的圣语越 此时 她又恢复了一派清冷的模样 双手插在裤兜里 度假村的经营 是我该思考的事情 你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救人之前 要先衡量好利弊 别最后把自己 都给搭进去了 圣语越很惊奇 难得从傅云亭口中 听到关心的话 虽然她不说一个关心 但她还是从她的语气中感受到了 而且 当时她在 给她做人工呼吸的时候 她隐隐约约 似乎看到了她眼中的紧张 在她醒过来时 也看到了她 松了一口气的模样 这男人 关心就关心嘛 傲娇得很 知道了 副总 圣语越也乖巧地回应了傅云亭 只是她自己很清楚 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她还是会选择奋不顾身地去救人 这次受伤 实属意外 孙曲很快也买了晚餐过来 当圣语越看到她拿着两份晚餐 有些意外 现在都九点多了 傅云亭还没吃饭 副总 你还没吃饭 傅云亭没有回答她 只是沉默地将床板升起 安上桌板 帮她把餐食都放在上面 圣语越看着眼前丰富精致的餐食 头都大了 因为 其实她现在真的没什么胃口 都吃了 不准浪费食物 傅云亭大概是看出了她的想法 开口命令道 真是霸道 傅云亭拿着自己的那份餐食 走到一边的沙发上 慢条丝里地吃了起来 她没胃口 她倒是已经饿了 之前她还没醒 好像也没觉得 两人安静地吃着饭 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圣语越中间好几次放下筷子 最后还是在傅云亭那凌厉的眼神中 被迫把一整份餐食吃完 倒也不是她怕她 哎 好像自己在那个时候 不忍心跟她唱反调 饭后 圣语越坐在床上 丝毫不安分 这儿磨一磨 那儿蹭一蹭 傅云亭本来是拿着平板 坐在一旁工作的 但被她时不时传来的嘻嘻嘟嘟的声音 干扰得不耐烦了 你怎么了 圣语越看着傅云亭 一脸尴尬有吃别的表情 副总 我从湖中被救上来后 有清洗过吗 傅云亭这才想起 她被她救上来后 就被送到医院 之后就是躺在这里 圣语越看着傅云亭的表情 就知道 肯定没有人给她清洗过 难怪她浑身不自在 她掀开被子 就要下床 傅云亭放下平板 走到床边 你要干什么 洗澡 圣语越此时觉得自己一刻都不能忍 她其实有轻微的洁癖 无法忍受自己身上脏兮兮的模样 更何况 她现在浑身痒得不行 不洗澡 她今晚也不用睡了 你不知道 你腿上有伤口 洗什么澡 不行 我必须洗澡 难道你上来后 没有清洗 傅云亭其实也知道 她为什么非洗澡不可 换成她 她也受不住 但她是担心她的伤口 你的伤口不能碰水 我会助我帮你 一点圣语越本来想说 自己会注意 可话还没说完 她就听到傅云亭的声音 她说什么来着 我帮你 怎么帮 傅云亭单手插在兜里 眼神透着打去的意味 一边的嘴角微微上扬 圣秘书现在倒是害羞了 又不是没看过 圣语越抬手摸了摸傅云亭的额头 这男人脑袋真的没有进水 堂堂富士总裁 京城第一家族当家人 传闻禁欲高冷 不敬女色 但她现在主动说 要给一个女人洗澡 圣语越倒没有觉得不好意思 反正傅云亭说的一点也没毛病 又不是没看过 更何况 她是她名正言顺的老婆 老公给老婆洗澡 没毛病 这个澡 洗得让傅云亭 后悔自己的自告奋勇 圣语越这个女人 真的打破了她对女人的认知 她不仅毫不害羞 甚至理直气壮地指挥她 她坐在一张椅子上 温热的水温 加上她的搓洗 带着沐浴露的双手 划过她身上的每一寸肌肤 白的发光的皮肤 渐渐染上了一层粉红 看起来就是诱人可口 圣语越甚至告诉她 湖水中的微生物有细菌 让她一定要仔细帮她清洗干净 本来就已经浑身燥热的傅云亭 憋着一口气 继续帮她清洗 带剪的大掌划过 圣语越不知道是故意的 还是本能 喉咙里发出了轻轻的声音 傅云亭感觉身上一股热流 瞬间从上往下窜 圣语越真的是坐享其成 浴室里的温度越来越高 傅云亭似乎不满足于 此时的清洗服务 选择自力更生 交换主动拳后 圣语越勾着傅云亭 眉眼里倒映着男人的俊严 傅云亭此时早已经浑身湿透 也不知道是水还是汗 她起身脱掉了身上湿透了的衣服 圣语越看着她看似精瘦 实则粗壮的腰腹 不禁地咽了咽口水 傅云亭邪媚地勾起一抹笑 圣语越第一次知道 自己可以如此祸祸 而傅云亭也是第一次知道 自己能失控到那般程度 她还是高估了自己的自制力 也低估了圣语越对她的诱惑性 她明明没想过要动她 但本来属于她为她的洗澡服务 却变成了她为她的服务 到最后 甚至还是忍不住了 这女人不仅是身体诱人 真的是哪哪都能让她无法自拔 毫不意外 圣语越被包扎得严严实实的伤口 还是不同程度地沾到水了 傅云亭给圣语越换上干净的衣服后 将她抱到床上 然后叫来了医生 给她重新包扎 当医生看到圣语越的伤口旁边 遍布的大大小小的青红印记之后 都傻眼了 医生全程黑着脸给圣语越包扎 之后 转身严肃地看着傅云亭 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渣男 女朋友都伤成这样了 还管不住自己 年轻人气血旺盛可以理解 但特殊情况还是控制一下比较好 医生大概还是气不过 又觉得圣语越很可怜 所以还是忍不住开口了 傅云亭此时的脸色犹如黑炭 而圣语越低头抿唇 极力地克制自己不笑出声 医生走后 傅云亭走到圣语越面前 手指勾了勾她的下巴 圣语越被迫抬头 双眼撞入她的眼中 此时的傅云亭脸色虽难看 但那股脸色却并不浓烈 大概是知道自己的确有点失控了 只是听到医生那么说 加上看到圣语越偷笑的模样 让她好像面子有点挂不住 副总 你回去吧 我睡了 圣语越看着傅云亭憋气 又似乎有些不忍 对她发火的模样 心秃秃地多跳了两下 她正脱开傅云亭的手 动作利索地滑进被子里 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傅云亭看圣语越终于不再折腾 安安愤愤睡觉了 转身走回沙发上 拿起平板继续工作 过了许久 圣语越还没听到傅云亭离开的声音 掀开被子 就看到男人坐在不远处的沙发上 正低头操作着平板 副总 你不回去吗 傅云亭闻声 抬眸看向病床上的女人 她的狐狸眸此刻带着深深的疑惑 妖妹的脸上竟出现一抹违和的可爱 嗯 你睡吧 圣语越很意外 傅云亭竟然打算在医院陪护她 内心竟升起一股不明的情绪 那要不 我们 解解 话刚说完 圣语越就恨不得咬舌自尽 因为 傅云亭此时露出了一抹邪魅的笑容 圣御说 刚才还没满足 圣语越掀起被子 继续把自己裹在被子里 乖 等你伤好了 我再满足你 傅云亭的声音 从被子外面传过来 圣语越顿时感觉一股热流 从体内涌出 妈的 这男人能不要用这般魅惑的语气 跟她说这样的话吗 她真的会绷不住的 本来就不是多清心寡欲的人 特别是遇上傅云亭 她都怀疑自己骨子里 其实是个浪荡女了 深夜 傅云亭靠坐在沙发上闭眼休息 却听到病床那边 似乎传来一些声响 她睁开眼 便看到圣语越此时全缩成一团 眉头紧皱着 嘴里似乎在说些什么 她起身走到床边 弯腰靠近圣语越 看到此时 她脸上和脖子上全是汗 嘴唇白得毫无血色 脸色也很难看 她的嘴里 一直不停地叨叨着 爸爸 为什么 为什么你宁愿不要一切 也不要我 傅云亭的眸色暗了暗 没想到这女人看似坚韧 实则还能从她嘴里 听到这样脆弱无力的话 尽管 她此刻神志不清 但足以见得 圣语越其实没有她表现的那么强悍 傅云亭又一次发现自己很欣赏她 在高位上待久了 她很清楚 要怎么收好自己的情绪 伪装好一切 不要露出自己的软肋 这样才能不被对手 找到她的弱点 而圣语越在她眼里 很多的把戏都能被她识破 但她毕竟只是一个女人 她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更何况 几乎没什么人能在她面前 耍什么把戏 这女人在她面前耍的玩意儿 在她看来 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东西 她也就由着她了 傅云亭伸手摸了摸圣语越的额头 发现她温度高的吓人 但好像并不意外 她的伤口那么深 加上之前自己失控了 让她伤口碰到了水 感染了是在她的意料之中 因此 她今夜一整也不敢真的睡下 时刻留意着她的情况 圣语越好像进入了梦魇 脸上满是痛苦的神色 傅云亭坐在床边 伸手将她捞进怀中 并盼了护士灵 护士和医生很快进来 医生检查完之后 又开了一些药 让护士安排掉针 全程傅云亭都没有将她放下 直到护士给圣语越插上针 出去后 傅云亭太轻声地安抚怀中的女人 大概是她雌性低柔的声音起了作用 圣语越渐渐地放松了下来 她半梦半醒之间 似乎看到傅云亭温柔的面旁 轻声换了句老公 便沉沉地睡了过去 只留下傅云亭愣在原地 因为一句称呼 而泛起了一股莫名的情绪 圣语越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是被傅云亭搂在怀里的 而傅云亭搂着她靠坐在病床上 双目紧闭 浓密的睫毛下 依稀可见一圈淡淡的青涩 一时之间 圣语越内心闪过一丝异样的感受 傅云亭照顾了她一整夜 几乎不敢睡 只不过到了快天亮的时候 圣语越的温度终于降下来了一些 她才靠在她的病床边上闭眼休息 只不过 怀里依旧紧紧地抱着她 医生来查房的时候 看到一对男女还紧紧地抱在一起 蹴了蹴眉头 直到检查完 才面无表情地 又向他们做了一次提醒 千万不能再放纵了呀 伤口不能碰水 饮食清淡一些 傅云亭又一次黑了脸 而圣语越却抓着医生问 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你今天如果温度正常了 明天就让你出院 圣语越自以为自己常年锻炼的身体 肯定很快可以恢复 事实上 她高估了自己 当天下午天还没黑 她的温度又一次上升 虽然这次没有昏睡 但那张艳丽的脸都烧红了 傅云亭低头看着毫无生气的女人 握拳放在嘴角 试图掩盖自己的笑意 你有没有同情心 我都成这个样子了 圣语越略显虚弱的抱怨声传来 那天晚上 圣语越以为傅云亭肯定不会继续留在医院陪她 但当她看到傅云亭拿着孙渠给她送来的衣服 进了浴室的时候 她觉得发烧的不是自己 肯定是傅云亭 不然 这个冷情的男人 怎么可能一连两天都留在医院里照顾她呢 要是实在不放心 大可以给她找个护工 现在她留在她的病房里 她反而浑身不自在 傅云亭洗漱完出来 便看到坐在床上发愣的圣语越 圣语越听到声响 抬起头便看到男人一只手拿着浴巾擦拭着头发 湿发上还有水珠往下滴 圣语越此刻脑中只剩下四个字 出水芙蓉 行走的荷尔蒙 无论傅云亭是穿着西装 还是像现在穿着简单的休闲装 都像是一个行走的荷尔蒙 到处散发着境遇又撩人的气息 圣语越觉得自己的温度又升了两度 怎么了 男人刚洗漱后 有些沙哑低沉的嗓音 让圣语越觉得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 还在病着呢 脑子里却都是有色的画面 你 今晚还要留在这儿 圣语越说话都不利索了 傅云亭抬脚走进床边 双手撑在床檐上 低头看着眼前的女人 圣语越觉得这男人在故意勾引她 但她没有证据 圣秘书过河拆桥的本领真不赖 昨晚照顾了你一晚上 今天好一些了 就想等我走 傅云亭说话的气息 全都喷洒在她的脸上 圣语越浑身发软 她在内心里暗自骂自己没出息 怎么发个烧 就把自己整得那么娇气了 以往的硬气呢 离家出走了 这里没有你可以睡的地方 我是怕你休息不好 圣语耿着脖子 强装镇定地说道 圣秘书今天不是 还邀请我去跟你一起睡 现在就不愿意了 圣语越没想到傅云亭是真不客气 她掀开她的被子 一个翻身就爬上她的病床上 原本躺着圣语越 还显得有些宽大的床 此刻就有些拥挤了 但傅云亭似乎毫不在意 一手捞过她的腰 将她给按进床入中 圣语越浑身僵硬 大概是发烧 让她的反应迟钝了 她还没反应过来 傅云亭已经闭上眼睛 睡吧 我很累了 圣语越看向她 她眼下的黑眼圈 的确是很明显 她心下意软 忍不住伸手去拨弄 她还未干透的头发 头发没干 不能睡 说完 她越过傅云亭的身子 拿过她放在一旁柜子上的毛巾 轻轻地擦拭着她的头发 动作轻柔 似乎怕惊醒了那个 一秒入睡的男人 圣语越难得耐心地帮傅云亭 把尸发都擦干 将毛巾随手一扔 转了转发酸的手腕 然后钻到被子里 她正对着傅云亭 男人此时闭着眼睛 均匀绵长地呼吸 整个人看起来 没有平时那么强的气场和攻击性 浓密的眉毛下 细而密的睫毛 在眼瞼处扫下阴影 像得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人物 圣语越忍不住在距离傅云亭眉眼处 不到一公分的空中 用指尖描绘着她的轮廓 之后就浑浑噩噩的 也不知道是怎么睡过去了 直到圣语越睡着了 傅云亭才睁开眼 她看着眼前睡得像个洋娃娃一般的女人 眼神静漫漫地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情绪 她从懂事之后便非常独立 没有人担心她会不会出现什么状况 更没人敢去干涉她任何的事情 当圣语越拿过毛巾 给她擦拭头发的那一刻 她心里说没有触动是假的 但她也是第一个 敢挑战她 也敢管她的人 有那么一刻 她的眼里露出了欣赏 还隐约透着一股宠溺 傅云亭将手穿过圣语越的颈下 将她带进自己的怀中 圣语越已经熟睡 身上的温度还没完全降下来 但感觉到身边有人抱紧了自己 她的手也毫不客气地 还上男人精壮的腰肢 寂静的夜里 静谧的病房里 只剩下男女熟睡的呼吸声 护士进房给圣语越拔针的时候 推开门便看到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 然而 当她还沉醉在磕CP的愉快中时 床上的男人突然睁开眼看向她 眼神中充满了绿色 吓得她一个机灵 差点丢下手中的药 落荒而逃 傅云亭没有开口 只用了一个眼神和动作 提醒护士小声一些 护士卑微地点了点头 走进病床边 亲手亲脚地 帮圣语越手上的吊针拔掉 尽管她自觉 自己下手已经很轻很轻了 圣语越好像有所感知一般 手抖了抖 皱着眉头 似乎有要转醒迹象 傅云亭紧了紧手上的力度 轻轻地拍打着怀里女人的肩膀 圣语越很快被她安抚下来 颈皱的眉头逐渐松开 又沉睡过去 护士拿着手中的药盘 落荒而逃 妈呀 那男人太可怕了 可是她对那个女人 又好像很温柔 一不小心被聊到了 怎么办 圣语越体温终于稳定下来了 医生也同意让她出院 傅云亭帮她办好 出院手续之后 便直接带她回京城了 送你回家 当傅云亭好心 要将她送回去的时候 圣语越心吓一惊 那可不行 海青湾 谢谢 她下意识就爆出了 闺蜜孟庆家的地址 本来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 没想到当车子停在海青湾门口 孙渠下车 拉开了后座的车门 傅云亭下车 然后又上半身 又钻入车厢 将她爆了出来 副总 我自己上去就好 您快回去吧 圣语越其实有闺蜜家的密码 只是她担心 如果傅云亭抱着她上去 那臭妮子极大可能一不小心就说漏嘴了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她得阻止傅云亭 照顾了你两天 也不差再带你上楼 本来是挺感动的画面 但圣语越此刻完全没心思感受 她只能祈求孟庆别掉链子 万幸 当他们进屋后发现孟庆并不在家 只不过那家里 简直看比狗窝 哦 不对 狗窝大概都比她家干净 空气中 还散发着各种化妆品的气味 傅云亭站在玄关处 环视了一圈屋子 微微蹙了蹙眉头 傅总 不好意思 见笑了 我是跟人合租的 是有她 比较 随性 圣语越单脚站立在沙发边上 动作利索的收拾着 挂在沙发上女士内衣 甚至还在沙发的边角上 摸出了一根大玩具 她转头便对上一双 充满细血的眼睛 她将手上烫手的玩具 啪一声扔到地上 她此刻的内心 已经把孟庆给鞭打了一百次了 真是扶了这单身的女青年 如狼似虎又缺根 傅云亭看着凌乱的屋子 还有圣语越受伤的脚 不敢着力 全身的力量 都压在另一只没受伤的腿上 站没一会儿 看起来就有些吃力了 她收起脸上的细血 弯身将她打横抱起 走了出去 圣语越 直到被傅云亭又一次塞进车里 圣语越才回过神 妈的 刚才被她巨雾吓到 脑子都停止运转了 去海一半岛 傅云亭对孙渠说道 语气淡淡的 听不出任何情绪 副总 您这是 其实 她已经大概猜到 傅云亭要做什么了 傅云亭只策谋给了她一个眼神 并没有回应 她很清楚 这个女人的聪慧 自己的举动已经够明显了 而她这么问 不过就是在她面前耍的小伎俩 圣语越没有得到傅云亭的回应 也懒得再继续搭理她 掏出自己的手机 给天叔发了个微信 告诉她 自己出门几天 在半山别墅住着的这几个月 天叔很尽责地照顾着她的生活起居 她也一直很敬重天叔 想了想 自己大概要好几天后才回去 还是应该跟天叔说一声的 免得她担心 收到圣语越微信的天叔 恭敬地回复了一句夫人 收到了 但拿着手机的她 还是露出一个安心的笑容 这个夫人 真的是没架子又有交代 这样让他们伺候的人 也轻松了不少 圣语越看着眼前的房子 才觉得傅云亭这男人 实在是又好又渣 本来她以为半山的那别墅 已经很豪了 结果 跟着海一半岛比起来 简直不配看 而她竟然好意思 将它当作婚房 而自己就住在这整个半岛上 堂堂圣家大小姐 圣氏的总裁 是被她如此用来羞辱的 本来因为她照顾了自己两天 而产生的感动 瞬间消失殆尽 傅云亭将她抱到 三楼的一间客房 腿好之前 暂时允许你留在这里养伤 缺什么了 跟管家说 傅云亭说完 便带上门走了 她的房间 其实就在她的隔壁 整个三楼就两个房间 傅云亭的房间 已经占了整层楼的三分之二 房间里连着书房 另一个房间 便是圣语月刚住下的那间 傅云亭进了房间 有些烦躁地扯了扯领带 随之进了浴室 她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一个脑子犯魂 就把她带回来了 其实 不只是她自己 亚异于自己的行为 整个海一半岛的庸人 也都惊呆了 他们都是在这里 工作了多年的庸人 从未见过这个别墅 他们都听说少爷结婚了 但却从未见过太太 难道那个女人就是太太 不对啊 如果是太太 少爷怎要把她送到客房去 一个庸人低声跟一旁的 另一个庸人说道 管家经过他们几个身边时 甲壳的挤声 主人的事情 不要多嘴 几个庸人急忙散去 圣语月坐在床上 环视了一圈客房的环境 还真是冷冰冰 整个房间以白色基调为主 本来还算是舒适的调性 但问题是 房间里几乎没有任何装饰 这就让整间房 看起来显得有些苍白冰冷恐怖 幸好 圣语月也算是个不大在意这些的人 她的适应能力还是挺强的 很快 她便将自己 甩进柔软的被褥中 不多时 敲门声响起 请进 圣语月坐起身子 看着推门进来的管家 小姐 您好 我是这里的管家渔滨 您之后可以直接叫我渔叔 这间客房没人居住过 但东西都是场面被齐的 你看看 还有缺什么就告诉我 我让人去帮你买 圣语月又一次确定 傅家的管家一定是通过同样的培训上等的 否则怎么会连话都说的一样呢 那渔叔 麻烦您帮我买几套衣服吧 圣语月也不做扭捏客气 既然傅云婷让自己在这里养伤 她就心安理得地享受照顾呗 更何况 他们结婚了 他的也是他的 圣小姐请放心 少爷已经为你安排好衣服了 渔叔让庸人将几十袋东西放进房间 转头 又看向圣语月 您看看 还缺什么再跟我说 圣语月点了点头 渔叔也带上门下楼了 圣语月看着放在自己脚边一袋袋的行李 把里面的衣服拿出来 她看着看着就笑了 没想到傅云婷婷了解她的风格 更了解她的尺寸 放在床头的手机 想了起来 圣语月走过去一看 是她那个大冤种闺蜜孟庆 拜托你下次玩具玩完了要收好 行吗 孟庆本来是想问她 是不是上她家去了 她就出去买个东西回来 回家就看到被扔在地上的大玩具 呀的 我还没说你呢 你就那么把我老公扔地上了 你 你老公很射死 圣语月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想到刚才的情形 不可谓是大型的射死现场 她把事情跟孟庆大致说了一次 孟庆在电话那头笑得差点断气 所以 你现在去了你老公的另一个家 这是什么话 不过 好像没毛病 圣语月趴在床上 也说不上是什么心情 有时候逗弄辽伯傅云婷 觉得还挺有意思 她作为一个大女主 骄傲不让她被自己的亲老公那般羞辱 于是 宁愿浪费些许时间也要跟她好 有时候又觉得自己有些危险 她察觉到了 自己偶尔内心的期待和失落 她没想过要在这场追逐游戏中失心 她只想要出一口最开始的恶气罢了 我好像不应该住进来的 圣语月闷声说道 你傻呀 孤男寡女的日子 你想要的进度不就来了吗 哪来的孤男寡女 这里有很多管家庸人的 圣语月也捉摸不透傅云婷的想法 你以为她冷漠的 就像是没有感情一般 但这次她受伤住院 她日夜陪在医院里照顾她 又让她内心泛起了许多不该有的情绪 圣秘书 想要跟谁孤男寡女 一道男生打断了圣语月的思绪 她急忙挂断了孟清的电话 孟清在电话那端啊 啊 啊得尖叫了起来 靠 这声音也太好听了 低沉鼓媚 单听声音都能让人起反应 这人要是站在面前 谁能把持得住呀 难怪 她那个一贯来冷情无欲无求的姐妹 也在逐步沦陷了 傅云亭回房洗了个澡之后 想着过来看看圣语月 她的门没关紧 她从外面看进去 就看到她穿着短裙 到趴在床上打电话 那白的快要发光的双腿 在空中闲湿地晃着 一只腿上还缠着纱布 裙子因为她 到趴的动作有些上移 隐隐约约能看见底下的春光 她刚推开门 就听到她对着电话说 哪来的孤男寡女 本来就想过来看看 她的傅云亭 眸色又沉了几分 她开口打断了圣语月 圣语月大概是没想到 她竟然不敲门就进来了 被吓到 猛的一个起身 扯痛了腿上的伤 嘶的一声 又跌坐在床上 这下 算是彻底走光了 傅云亭关上房门 走了进来 你很想跟我孤男寡女 不是疑问句 而是肯定句 你想多了 起开 圣语月一把推开双手 撑在她身侧的傅云亭 物字起身 准备见尿盾 谁知 傅云亭反手握住了她的手腕 随着她轻轻一拉 圣语月便摔倒在她身上 两人齐齐倒在床上 而圣语月就半压在傅云亭的身上 傅云亭刚洗完澡 身上散发着沐浴露淡淡的清香 此时两人的姿势 加上傅云亭浑身的荷尔蒙香气 圣语月脑中满是一些 撩人的动作片细节 我没想 让你在这里多住 你的伤还没好 圣秘术有想法 也给我忍着 听听 听听 傅云亭说的是人话吗 好像她多饥渴似的 尽管她现在身体地区 有了一些不该有的反应 不过 圣秘术如果实在难受得紧 你可以求我帮你 毕竟 真人跟玩具比起来 体验感还是很不同的 傅云亭那细血的眼神 和三十度上扬的嘴角 都在赤裸裸地嘲笑着 圣语月此刻发软的身体反应 圣语月听着她那打趣的话 觉得手心都开始发烫了 但她是什么人 她想来是想要的 就主动出击 扭捏害羞 可不是她的风格 傅云亭就那样 躺在她的床上 细血的眼神 慢慢地爬上了色情 这女人 有毒 以前的三十年 她对于男欢女爱之事 从来没有太大欲望 但是自从遇到这个女人之后 却总是轻易地被撩起欲望 傅总 想我怎么求 圣语月附在她耳边说道 女人带着沐浴露味道的气息 喷洒在她的耳阔上 傅云亭的喉结 不自觉地滚动了几下 她浑身发紧 大掌随之而至 这女人 穿衣风格 明明衣服都还穿得好好的 但所有该做的不该做的 都正在进行着 傅云亭考虑到 上次在医院 就是自己没把控住 才让圣语月的伤口又裂开 所以今日她还是克制住了 没有真的动她 不过 在圣语月看来 这跟上次也差不了多少了 傅云亭对她的撩搏发挥极致 当然 圣语月也不差 一个半小时后 傅云亭将人抱过去她的房间 佣人进去帮圣语月把被单换了 一进房间 傅人小五看到那一床凌乱的被单 八卦之心爬满了心间 一边收拾 脑子里一边想着傅云亭那清冷的模样 动情时会是什么样子 等到她收拾好房间出去的时候 另一个傅人小爱 看见她气喘吁吁的模样 走上前问道 你怎么了 收拾个房间双颊通红 气喘吁吁的 没 没事 小五匆匆地答应了一句 便抱着那被弄脏的被单跑了 她偷偷地将床单拿回自己的房间 袖着上面不知道是属于圣语月的 还是傅云亭的气味 一脸难以形容的享受表情 很快 随着脑子里的画面和鼻尖清晰的味道 小五重重地呼了一口气 小爱担心小五身体不舒服 敲了敲小五的房门 敲了很久 她都差点要直接开门进去了 小五终于打开了门 小爱看着她 还抱着从圣语月房里换下来的床单 面色飞红 身子好像软啪啪的 以为她真的不舒服 伸手摸了摸小五的额头 没有发烧 小爱 我没事 刚才肚子不舒服 所以先跑回来上了个厕所 已经没事了 小五说完 又抱着被单走了 小爱看她竟然没事 耸了耸肩 也去干活了 傅云亭将圣语月抱进浴室 又为她清洗了一下身体 两人在浴室里 差点又一次擦枪走火了 傅云亭抱着圣语月 走出浴室的时候 两人的身上都是一片冰凉 因为 两个人都用凉水冲洗了很久 否则 那火也不知道该怎么灭 又该何时灭了 傅总 你已经照顾我很多了 您去忙吧 我尽快把伤养好 早点离开 不影响你的生活 圣语月想了想 觉得还是要跟傅云亭说清楚 免得她以为自己 真的是故意缠上她的 怎么 圣秘书提裤子 就不认人了 你也知道我很忙 还照顾了你那么多天 你就是这样感恩的 傅云亭不知道 自己听到圣语月的话之后 那股莫名的怒火从而来 好像是不爽她那么自觉 又好像是真的因为 她耽误了太多的工作 她悟自走进旁边的书房 坐到办公桌前 戴上那副金边的眼镜 开始工作起来 到底是谁提裤子不认人 都能去演穿剧了 变脸变得那么快 才刚爽过 就立刻换上那副 禁欲的人皮 圣语月也转身扶着墙 一蹶一拐地 回了自己那间卧室 一连几天 佣人小五都抢着 要去给圣语月收拾房间 其实如果可以 她更想要去帮傅云亭收拾的 无奈 傅云亭的房间除了管家 没人能够进去 小五只能退而求其次地 去了圣语月的房间 圣语月的腿伤 恢复得挺快 这也免不了傅云亭的功劳 她给她放了假 她竟然过上了 无所事事的日子 白天睡到自然醒 下午就看看书 难得的没有去管圣试的事情 圣试交给沈渊看着 她非常放心 晚上的时候 傅云亭经常会有应酬 有时候回家都半夜了 她仿佛忘了 圣语月还住在她家一般 两人一连几日 几乎没碰上面 这天 她回来得稍微早了一点 刚上楼就遇见 要出门倒水的圣语月 她穿着一件丝织的吊带裙 白皙的天鹅颈上 挂着一条玫瑰金色的项链 趁得皮肤更白了 一双细长的腿 白黄黄的 受伤的地方 已经没有再缠着纱布了 只是那道疤痕 依旧非常显眼 就像是缠绕在她腿上的一条花蛇 更显得她 就像是一个 从故事里走出来的妖精一样 傅云亭应酬的时候 喝了点酒 此时看见这样 衣着单薄诱人的成语月 只觉得血脉喷张 一股热流 从上至下涌动着 她上前将成语月推进房间 房门关上的那一秒 一张湿热的唇变凶猛地 印在成语月的唇上 转而缓慢地朝下 圣语月倒是没见过傅云亭 如此急不可耐的模样 尽管两人已经封过好多次了 但她从来都是在失控中带着隐忍 克制又逞凶作案的模样 性感的不行 而像今天这般 彻底放纵 还是第一次 圣语月才走了一下神 就发现自己身上的裙子 已经不翼而飞 而傅云亭搬过她的身子 不管不顾地 便开始逞凶 圣语月感觉自己都快被撞得站不住了 急忙扶住一旁的柜子 也不知道 自己刚好摸到了哪里 在柜子上掉出了一个黑色的东西 圣语月正脱开傅云亭的束缚 弯腰捡起地上的黑色物件 当他们都看清了 她手上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 她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盯着眼前的男人 而傅云亭的脸色 更是黑的滴墨 眼神中带着韵弩 浑身散发出来的低气压 笼罩着整个房间 她一把抓起脚边的衬衫 将圣语月的身子笼罩住 一边接过她手上的摄像头 去穿衣服 圣语月在看到摄像头时 脑中第一时间闪过的念头是 傅云亭是个变态 但当她看到她那阴阳的谋色时 她就明白了 傅云亭也算是半个受害者了 就是不知道 这个摄像头装了多久了 她在这里住的这几天 到底被偷看了多少 细思极恐 傅云亭打电话 让管家将别墅里 所有的庸人叫在一起 然后回房间换了一件衣服 便要下楼 刚打开房门 便看到圣语月已经穿好衣服 等在她的房门口 进去睡觉 圣语月知道傅云亭的处事手段 在自己的家里出现了这种东西 势必要整顿了 不然今天出现的是个摄像头 下一次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但在傅云亭看来 这是自己的内务 圣语月还没那个资格去参与 傅总不觉得我这个受害人 应该在场看看 到底是谁 对我有那么大的仇恨吗 傅云亭眸色冷冷地 盯着圣语月扮上 转而抬不下了楼 程语月也跟着慢慢走下楼 当她走到客厅时 傅云亭已经端坐在沙发上 注视着此刻 站在她面前的所有人 眼神中的怒火 随着她的目光 烧到了所有人身上 圣语月走过去 坐在离她不远的另一张沙发上 人群中的小五 看到傅云亭时 脸上还时不时地露出 小女人的娇羞 圣语月一下子 就捕捉到人群里 那与众人不同的目光 其他人的眼神中 都是敬重 畏惧 而只有那个在人群中 个子娇小的女孩 那眼睛都快要粘在傅云亭身上了 犹如恶狼一般 圣语月很快就明白了 她房中的摄像头 是谁放的 只不过动机吗 她还没猜透 想来也不过就是 嫉妒她跟傅云亭的关系 想要企图拍下她的一些私密视频 以此来陷害或者威胁她 而当傅云亭扬起手中的摄像头时 小五的眼神中 迅速爬满了恐慌 成语月坐在一旁 嘴角不可细差地扬了扬 她一个被偷拍得都不慌 她一个偷窥者慌什么 这东西是谁的 最好是自己出来认领了 否则等我查出来 可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傅云亭的嗓音冷冷的 看向众人的眼神 更是灵力不带一丝的温度 客厅里安静地 只剩下众人呼吸的声音 管家此时更是紧皱着眉头 她在这家里工作了那么多年 从来没遇过这样荒唐的事情 竟然有人胆子这么大 在她的眼皮子底下 装这种东西 这要是有什么机密泄露出去 那京城可是要变天的 傅云亭见没人站出来认领 冷着的脸透露出她此刻的不悦 尖锐阴冷的气势 席卷整个客厅 让所有人都浑身发颤 她勾了勾唇脚 管家于书星下暗道不好 京城熟悉傅云亭的人都清楚 她这样的笑容将代表着怎样的风暴 盛小姐的房间 是谁负责收拾的 傅云亭冷谋 依旧盯着站在面前的众人 话却是对着管家说的 先生 是小五 傅云亭动了动搭在腿上的手 管家立刻上前将小五拉出来 小五下的一个机灵 跪倒在地 圣语悦走过去 抬起小五的脸 明明是笑着 眼底却不带一丝温度 小五下的脸都轻了 但程语悦是背对着傅云亭的 她并没有看到 她那冷力的眼神 你是暗恋我 还是嫉妒我呀 小五没想到 这个摄像头会 那么快被发现 她觉得自己 已经藏得很隐蔽了 那么小小的一个 贴在柜子的下眼 如果不是特意去拿 根本不会被发现 她装这个 也不过是为了程小姐 对不起 你原谅我吧 我没看到什么东西 这时候 站在人群中的小爱 也大概猜到 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想起最近小五的不正常 低下了头 耳阔逐渐染上一层粉红 傅云亭很快发现了 小爱的异样 她眼睛微眯 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 你出来 她抬手指了指小爱 小爱战战兢兢地走了出来 这时候 程宇月已经坐回到 原本的位置上 她看了看坐在一旁 浑身散发着寒气的男人 小爱站在男人的面前 低着头 手指紧张地不停地相互揉搓 你有什么要交代的 傅云亭冷得足够 动伤人的声音 响起 小爱猛地抬起头 看了一眼 圣宇月又看向傅云亭 先生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是小五 小五最近总是奇奇怪怪的 肯定是她 小五此刻就跪在小爱的脚边 听到小爱的话之后 更是害怕地一直摇头 这时候 管家从小五的房间里 搜出了属于傅云亭的一条内裤 他把东西递到傅云亭面前 傅云亭扫过一眼 管家手中的东西 显然 不大认得 管家这才适时地开口 先生 这个是您的 圣宇月坐着的位置 尽管距离傅云亭 还有一点点距离 但管家手中 那东西是什么 他可是看得很清楚 直到管家说 那东西是傅云亭的 圣宇月忍不住扑斥笑出了声 傅云亭侧谋 给了他一个警告的眼神 圣宇月却吐了吐舌头 完全不把他当一回事 说吧 我的耐心有限 这是你最后一次开口的机会了 先生 您饶了我吧 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 但我并不是存了坏心思的 小五往前爬了两步 在他伸手 想要抓住傅云亭裤脚的时候 反而被他一脚蹬开了 在别人的房间里 安装摄像头 还不是存了坏心思 我 我 我只是 只是 小五难以启齿 这种对于男性的渴望 对于傅云亭的幻想 叫他 如何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 他只是 想要跟傅总 您来一段路水情缘而已 圣宇月单手撑着头 靠在沙发扶手上 嘴角微微勾起 但眼神却充满了冷意 老实说 圣宇月打从心底 感觉自己被恶心到了 在他房里装摄像头 就已经很变态了 甚至还藏了傅云亭的内裤 这庸人看着年纪小小的 想不到做出的举动 还挺出乎人意料的 这东西 你放了多久了 傅云亭似乎毫不在意 自己内裤被偷的这件事 耿耿于怀着出现在 圣宇月房内的这个摄像头 他抬眸 看向跪在面前的小五 眸色中静视冷意 凉 两三天左右 小五满脸挂满了泪水 眼神触碰到了傅云亭 一脸的立色惊吓的 都没法完整地说话了 圣宇月在一旁吃笑 早知如此 何必无视犯见呢 把你录到的东西拿出来 傅云亭这段段时间 每天都忙到很晚 都没有进圣宇月房内 自然没有被拍到 什么有色的画面 只是当他拿过小五的手机 看到监控后台的那些录像时 眼里迸发出的怒意 连圣宇月都有些被吓到了 他走过去 坐到傅云亭身边 凑过去看了一眼 而后立马夺过 傅云亭手里的手机 他一开始不以为意 是因为他压根没想起来 他每晚都是习惯性地 洗完澡 就坐在床上擦身体乳 而摄像头 便是将他在房内的 所有一举一动 全部都清楚地拍了下来 最重要的是 他身上位置骗驴 惊恐的情绪 还没完全被消化 转而他又想到 他还在房内打过几次电话 给沈渊交代了 盛世的一些工作 他抬头看向傅云亭 脸上已经没有了 刚开始的惊恐和慌乱 取而代之的是肃然 傅总 作为当事人 我要求把所有录像归还给我 傅云亭盯着盛宇月 眼底没有什么情绪 好像就只是为了看透他 盛宇月并没有因为 傅云亭眼神中的打量而退缩 就那么跟他对视着 眼神中充满了坚定 半晌 傅云亭点了点头 目光从他身上一开 转而看向了 跪在地上的小五 先生 我没存档 只有手机里面这些 小五悔的肠子都清了 他已经到了渴望被爱的年纪 那天为盛宇月收拾房间 看到了满床欢爱的痕迹 对于爱更为憧憬 特别是像傅云亭那样的男人 就像是一个行走的荷尔蒙 浑身散发着男性的坚硬 又与之境遇冷静的气质 达到了极致的冲突 小五就像着了魔一般的渴望 自己就是圣语月 能够被傅云亭压在身下用力的疼爱 所以才会鬼迷心窍的 在圣语月的房中装了一个监控 想要借着他们欢爱的视频 满足自己对于某些画面的幻想 只是没想到 这段时间 傅云亭起早贪黑 连圣语月的房间都没有踏进去过 尽管监控拍到了圣语月裸露的身子 但他一点也不感兴趣 甚至看到后更多的是羡慕和嫉妒 上天怎么会那么不公平 给了一张那么风情妩媚的脸 还给了他那般完美的身材 直到今天 傅云亭终于进了圣语月的房中 他才暗自欢喜 大概今天可以看到一次实况记录了 没想到不到一会儿 那个摄像头就被发现了 圣语月拿到了自己的视频 也没有了继续看戏的心情 转上楼回了房间 他不知道 傅云亭是怎么处置小五的 不过之后听管家说 小五最后是被警察带走了 圣语月也不是什么心软善良的人 他觉得这大概已经是最轻的惩罚了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当傅云亭看到视频中 圣语月身上为这片驴坐在床上抹身体乳的时候 眼里的火都快要烧到在场的每一个人了 他其实也不大清楚 自己的怒气来源于哪里 尽管他知道 那些视频只有小五看到 但是只要想到圣语月的身子 被其他人看到过 就抑制不住的怒气 本来他是想要将小五关到地下室 既然他那么渴望被爱 就找几个保镖满足他好了 但最后还是管家为小五求了情 才让傅云亭打消了这个念头 只让管家联系警察 将小五带走 因为这件事闹到了半夜 傅云亭也没了 去找圣语月的兴致 索性就回了房 第二天一早 他下楼便看到 穿着整齐的圣语月 坐在餐桌旁等他 他抬了抬眉毛 似乎有些意外 圣语月在海半倒住了 也有十天左右的时间了 这段时间让他休假 听管家说不到中午 他都不会起床的 今天倒是奇迹 现在还不到八点 副总 我的伤好的差不多了 在这里也讨扰了很久 我想 今天就可以回去了 明天我就去上班 圣语月看到傅云亭下楼 站起身子 态度诚恳恭敬地说道 傅云亭物自拉开餐桌椅坐下 抬手整理了一下袖子 庸人及时地 把早餐送上桌子 傅云亭喝了一口咖啡 之后才看向 站在一边的圣语月 先吃早餐 待会我送你回去 圣语月知道 傅云亭这就算是答应了 也不再客气 坐下便开始悠闲地 搭在桌子上 之间捏着咖啡杯的杯耳 一只手搭在自己的膝盖处 她的目光 一直停留在圣语月身上 圣语月不是没有感觉到 但她完全没有被人 盯着吃饭的那种不自在 自顾自地喝着咖啡 吃着尖蛋 傅云亭有时候 真的很想撕开 圣语月的那副皮囊 看看她究竟有几副面孔 在他们发生关系之前 她基本没有太注意到她 只不过发生关系之后 她发现 这个女人真的有千百副面孔一般 平时的她 她一般是风情中带着慵懒感 就像一只妖娆的小猫 挠得人心底发痒 工作的时候 她散发出一种专业认真 浑身散发的气场 让人会觉得 她不只是一个秘书 而是能力超群的女强人 在床上的时候 她总是一副娇精的模样 让傅云亭总是忍不住想要弄哭她 却反而迎来她不服输的应战 而昨晚 她又露出一副新的面孔 带着不怒而微的气势 虽然她从史智中没有说太多的话 表面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看戏者 但当她看着小五时 散发出来的冷傲与逼人的气势 傅云亭还从未在一个女人身上 看到过那样的强势 吃完早餐 盛宇月便上楼拿了自己的包 当时被傅云亭带到海仪的时候 没有带什么东西 尽管在在这里住的这十天里 傅云亭给她安置了不少衣物 但她都没有拿 当时什么样子来的 今天就是什么样子走的 她下楼的时候 傅云亭已经在门口等她了 她穿着一套黑色的连体 竖腰西装套装 一双三公分高的中跟鞋 走动时 虽然已经不至于一瘸一拐了 但看起来仍旧有些不利索 傅云亭瞥了一眼 她脚上的那双中跟鞋 微微地猝了猝眉头 但也没说什么 傅总 可以走了 盛宇月换上西装 整个人的气场就变了 走路都不自觉要加快两步 只是刚迈出一步 便扯动了刚刚恢复的伤口 转而又降下了速度 她放慢了脚步 走到傅云亭身边 语气平淡地说道 傅云亭看了她一眼 便迈开腿 往黑色迈巴赫走去 孙渠已经将车从车库里开出来 停在大门口 两人坐上车 傅云亭便问盛宇月回哪里 盛宇月只能还是让她 送到孟庆的海青湾那里 得到答案的傅云亭 看向开车的孙渠 孙渠通过后视镜 接收到她的指令 指点了点头 表示收到 一路无言 盛宇月觉得 傅云亭这次算是有良心的了 之前在医院照顾了她几天 还将受伤的她 带到她家休养 尽管她百思不得其解 傅云亭的行为是为何 是看在他们之间发生过关系 又跟她一起出差受了伤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让她留在她家休养 总之 她觉得 不管是什么原因 她都应该礼貌性地道个谢 副总 谢谢您这段时间的照顾 盛宇月转头看向傅云亭 语气难得的交柔 傅云亭只是侧谋扫了她一眼 没有应答 她本来的心情就有些烦躁 听到盛宇月此时娇弱的道谢 更是觉得胸口堵着一口气 索性也就懒得搭理她 没有得到回应的盛宇月 撇了撇嘴 转头看向窗外 很快 车子就停在海青湾门口 盛宇月再次道谢后下了车 傅云亭的车子 没有多坐停留 盛宇月才刚转过身 车子已经开出去了 她在手机上叫了车 直接回了半山别墅 才刚走进别墅 天书立刻就迎了上来 太太 您的脚受伤了吗 天书一下子就看出了 往前搀扶着 天书 我没事 前几天不小心伤到了 已经快好了 尽管别墅是傅云亭的 这里的庸人管家 也都是傅家的 但是盛宇月跟他们相处的 倒真的像是自家人似的 短短的几个月 盛宇月发现 回到这里 是真的有了回家的感觉了 接收到来自于管家和庸人的关心 她内心也还是挺感动的 从她懂事之后 身边最关心她的 就只有爷爷和孟清他们 直到接管了盛室集团 一个女人要管理那么大的集团 她只能收起自己的软弱 给别人一副强大的气势 但久而久之 她也给以为自己是真的强大 不需要多余的关爱 直到受伤的时候 在病房里睁开眼睛 就看到陪伴在侧的傅云亭 她的心当时就划过一丝的 别样的情绪 痒痒的 再到之后 傅云亭在医院日夜的照顾 回到别墅后 管家和几个庸人的关心 都让她的内心感受到了 许久未曾有过的温暖 盛宇月回了房 天书想了一下 还是决定打个电话给傅云亭 尽管从结婚至今 他们家先生就从来没回过别墅 除了让他们在别墅里照顾着 便从不过问太太的任何事情 天书跟盛宇月相处得多了 也觉得太太其实非常好 一点架子都没有 礼貌有教养 她其实打从心底 也希望先生能好好地跟太太过日子 但她一个下人 也不好干涉主子的事情 只不过 这次倒是一个机会 天书思虑再三 拨通了傅云亭的电话 先生 太太这几日出差 脚好像受了伤 傅云亭闻言 猝了猝眉头 脑子里闪过那个胶筋的女人的脸 这个名义上的傅太太吗 要不是为了完成爷爷的遗愿 她的人生规划里 根本没有傅太太这好人物 傅家是京城第一大家族 又如何 她的出生就像是一个笑话 父母的婚姻告诉她 世上最不可信的东西 就是爱情 婚姻 傅家原本只剩下傅老爷子 和傅云亭相依为命 傅老爷子大概是看出了 傅云亭打算一辈子就这样 跟傅氏过日子了 心底那个急啊 她的身体 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 总有一天会先离开 她担心只剩下傅云亭一个人 那孩子尽管看起来强大的 如同铜墙铁壁般百毒不清 京城里谁听到傅家傅云亭 不由的就生出几分畏惧 但人总归会有七情六欲 她希望 还是有个人在她身边 知冷知热 人生还有几十年 那样才不至于太寂寞 某一天 傅老爷子在看相册的时候 突然想起盛家老爷子 也想起了 当年他们给孩子定下的娃娃亲 但是傅老爷子眼睛都亮了 立刻派人去寻圣老爷子的联系方式 两个老头一联系上 就爽快地私自 印下了这门亲事 彼时 对于该成为夫妻的两个当事人 却还全然不知道 自己的婚姻 已经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傅云亭想到这个傅太太 烦躁地扯了扯领结 那就给她叫医生 找我能知吗 傅云亭语气不耐地说道 天叔听着傅云亭的语气 微愣了下 回过神来 傅云亭已经将电话挂断了 唉 真是孽云 天叔收起电话 摇了摇头 心底更心疼圣语越了 这么好的太太 第二天 圣语越去上班的时候 傅云亭又去出差了 丽莎凑到她身边 关心地问道 听说你在临时受伤了 没事吧 圣语越看着丽莎一脸八卦的模样 但眼神中的关心却也不假 笑着拍了拍她的脸 没事 已经好了 因为圣语越走路还是不大利索 幅度大一点 还是会疼 丽莎看她那个样子 一些需要跑动的工作也都承包了下来 病假后第一天上班 碰上傅云亭也不在 圣语越倒是摸了一天的鱼 下班的时候 本来想要回家的她 想到了那天傅云亭送她去海情湾时 被孟庆乱扔在沙发上的巨型玩具 扯了扯唇角 她决定还是先不回家了 她得去关心关心一下闺蜜的私生活 不过她没有提前告诉孟庆 只是没想到 她的临时起义 还能让她撞破闺蜜的奸情 上次去海情湾 迫于傅云亭在一旁才无奈私自开了锁 尽管孟庆告诉她家里的密码 让她要是来了 直接进门就可以 但除了那一次 她从来都是按门铃的 这一次也不例外 只不过按了许久的门铃 都没人开门 圣语越猜想可能孟庆出去了 于是 输入密码便进了门 毫不意外 家里一如既往的像个狗窝 圣语越像个小边太一样 在沙发上翻找那个巨型玩具 没找到 她隐约听见洗手间有些声音 当她正想过去看看时 洗手间的门从里面打开了 一个男人手里 正拿着那个玩具走了出来 随后孟庆从后面跟着走了出来 六目相对 你怎么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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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 圣语越只想说一句 草泥马她瞪圆了眼睛 指着面前的男人 眼里迸发出怒意 你 你兔子还不吃窝边草 你你 圣语越被气到说话都不理所了 还是不是姐妹了 沈渊手里还握着巨型玩具 起初看到圣语越的时候 身子僵硬了一下 很快 还是恢复了那副玩世不恭的模样 她将玩具放到一旁的桌柜里 然后一把揽过孟庆的肩膀 谁跟你说 我要跟你们做姐妹 我是想跟你姐妹 做沈渊一边说 一边转头亲了亲孟庆的脸 孟庆一时之间也是尴尬至极 她一把掐住沈渊的腰 用力地凝了一下 沈渊吃痛 松开了她 孟庆赶忙走到圣语越身边 拉着圣语越坐下 亲爱的 你听我说 我们不是故意瞒着你的 只不过 这事情也是有些突然 我们 她就冷静下来了 她双腿交叠坐在沙发上 一只手轻轻地搭在腿上 说吧 事情怎么突然发 我这以后该是你们的闺蜜 还是你们的她 算是他们的什么 靠 圣语越突然发现自己 又不冷静了 我们就 上次不是喝醉了吗 我 我把她睡了 她就赖上我了 三句话 孟庆用三句简短的话 就把她跟沈渊这狗血的剧情 给说得清楚明白 圣语越想起来 之前他们三个在牧野堂喝酒 后来遇见了傅云廷 担心被傅云廷察觉什么 她把孟庆塞给沈渊了 没想到 她还是他们这段关系的最佳推手 所以 你们现在是闺蜜还是情侣 炮 油 情侣 一男一女的声音响起 沈渊回头看了一眼 把自己当成打装机的女人 炮 油 我希望你不要后悔这个决定 孟庆看着沈渊笑里藏刀的模样 觉得自己腿有些软 腰好像也隐隐发酸 天啊 我这是做了什么念 什么人不睡 睡自己的姐妹 我就这样 不明不白的从姐妹变成了你们的电灯泡 圣渊悦倒不是无法接受 他们这180度大转变的关系 只是 觉得自己以后 没法好好的跟他们玩耍了 你可以回去找你的副总呀 沈渊一把拉过孟庆按在怀里 好整以侠地看着圣渊悦 呸 圣渊悦翻了个白眼 拿起手边的包 甩了甩头发 傲娇地走了 孟庆觉得自己脑子也转不过来了 怎么就醉了一下 醒来就被自己的男闺蜜缠上了 女闺蜜难得来找她 现在也跑了 谁来救救她 自从那晚之后 沈渊就像是一个不眠不休的打妆机一样 天天一下班就往她家跑 每次不是把她给彻底弄死过去 绝不把休 而这个贱人 还一脸食髓之味 我们小青青太可口 没忍住 她现在每天都觉得自己那里火辣辣的 以前想要个男人 现在是想要丢了这个狗男人 可偏偏沈渊一皱眉 压低身子来哄她 她就心软了 圣渊悦离开海青湾后 也不想回家了 她找了家酒吧 是京城热闹的一间酒吧 叫日落 她一进门 直接往吧台上一坐 跟酒保要了杯威士忌 周遭的音乐火辣热情 但圣渝悦却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 手边放着酒保刚递上去的威士忌 变幻的灯光打在她的脸上 看不出此刻的她在想着什么 傅云廷刚走进酒吧 就看到坐在吧台边上的女人 她还是穿着成套的白色西装套装 一头长发披散在后背 傅云廷的眼神习惯性地滑到了她的脚上 当看到她脚上那双足足有六公分高的高跟鞋后 眼里似乎有一种情绪 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也愈发冷练 她昨天下午跟宋奇又去了一趟零食 两小时前才刚回来 陆子津打电话说 他们几个在这里 她刚好还在复试 处理完一点工作就过来了 没想到一进门就看到 昨天才刚从她家搬出来的女人 走路都还不利索 就已经踩着高跟鞋到处跑了 没有来的生出一股怒气 她走上前 一手捞起女人的腰 直接扛在肩膀上 走出了酒吧 圣雨月被突如其来的力道吓到了 随之而来是一阵天旋地转 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 她已经被人扛着走了 因为头向下垂 她没看清楚 扛着她的人是谁 手脚并用地往男人的身上砸 妈的 不讲武德 要不是她刚好在想事情 想得太入神了 凭她跆拳到黑带的身手 谁能靠近她 腿不想要了 你就继续踢 听到傅云亭的声音 圣雨月威震了一下 之后更为抗拒地对着她拳打脚踢 她捏着傅云亭的腰 企图想要从她肩膀上来个 回旋落地 再给傅云亭一个过肩摔 可是 傅云亭身上 就像是焊了一层钢铁似的 抓都抓不动 她扣着她腰部的手 更是牢牢地紧扣着 傅云亭扛着她走到车旁 孙曲实相地下车 拉开后座的车门 她弯腰直接把她给扔进车里 自己随后也上了车 而此时 在一边日落酒吧 一边卡座上的陆子精和众人 都还在愣证中 齐男 我刚才看到什么了 陆子精揉了揉眼睛 她不相信 那个好像对女人国过敏般的男人 是傅云亭 上次把那个秘书压在墙角清 已经让她够跌破眼镜了 这次竟然又升级了 直接将人给扛着走了 这还是不是他们的境遇 戏傅云亭了 嗯 自信点 你没看错 换做以前 站齐男肯定不会回答陆子精 这种低能的问题 上次陆子精说 她看到傅云亭亲的 就是他们遇见的那个秘书 她没有亲眼见到 没觉得有什么 只不过今日被她亲眼所见 傅云亭进门看到女人的那一刻 眼神里蹦出来的战有欲 同为男人 不会不明白 那代表什么 跟他们一同在这里 玩的其他几个人的惊奇程度 那就更为炸裂了 只不过 他们畏惧傅云亭 压根不敢发表任何意见 只有坐在一旁的黎墨 一只手紧紧地握成拳 修长的指甲都插到掌心来了 其中一只甚至断了 隐隐地冒出雪珠 她都似乎感觉不到一样 傅云亭 为什么 从小到大 都是我陪在你身边 任何女人都比不上我对你的爱 知道傅云亭这一趟离开 肯定不会再来了 他们也没人敢现在打电话给她 便又自己重新玩了起来 圣雨月被傅云亭扔进车里 一阵天旋地转后 她坐直看向坐在身侧的傅云亭 副总 你在做什么 话里听起来似乎没什么毛病 但语气中无疑不透着不满和质问 傅云亭盯着她的脸看了好一会 车内的气氛一时之间僵了起来 也弯下腰脱掉了圣雨月脚上的那双高跟鞋 我把你好声地照顾着 这腿还没好全 你就穿着这样的鞋在外面到处乱跑 腿不想要可以说 我帮你谢了 圣雨月 所以 她这般怒气冲冲的有病行为 只是因为看到她穿了高跟鞋 昨天她送她回家的时候 她也穿了呀 圣雨月还没消化完傅云亭的话 更是被她的动作给吓到愣住了 只见傅云亭直接撩开她宽松的裤脚 查看她的伤口 手指轻轻地抚在上面 温热的指尖触碰 从她的小腿一直往大腿上延伸 圣雨月不禁打了个哆嗦 很痒 其实 伤口已经愈合了 剩下一条很长的疤 看起来还有几分争鸣 但傅云亭给了她一条 据说驱疤效果很好的药膏 圣雨月一直有在用 只不过伤口那么深 虽然肉眼看只是剩下一条疤痕 但是走路的时候 还是会有点扯痛感 傅云亭的手指停留她的大腿处 眼睛也是一顺不顺地盯着那条疤痕看 眼神隐晦不明 圣雨月被傅云亭整得莫名其妙 但她觉得 此刻的气氛不应该继续下去 因为 她明显地感受到了 傅云亭浑身的气息 由冰寒已经转变成热恋 她伸手企图拉下自己的裤腿 但傅云亭似乎早就 察觉到她的想法一样 一只手扣着她的腰 一只手紧紧地按着她的腿 指尖若有肆无地抹扎着 她腿上那条猙獰的疤痕 圣雨月怀疑 傅云亭是故意的 但此时 她没心情跟她玩 换作以前 她早在 察觉到傅云亭的意图之前 大概就先主动攀上去 势必要抢占一个主导权 只不过 刚才一个人喝酒的时候 她一直在问自己 因为跟傅云亭赌一口气 就这么搭上自己的时间和身体 是不是真的有必要 得到的答案是 有些闲得慌 最重要的是 她发现自己对傅云亭 似乎有了一点不一样的情感 这种不可控的情绪 让她其实有些焦虑和烦躁 她的人生 自从圣国寺离开后 她一点点的自我治愈 自我强大 她自认为 现在在她的生命里 除了生老病死 是她无法控制的 其他的事情 她都能非常好地掌控住 但偏偏 出现了一个傅云亭 自从她的世界里 出现了傅云亭这个名字之后 很多事情 开始慢慢地变得不可控 比如 她没想过她的丈夫 跟她领证时 连人都没出现 而她甚至脑残的 因为一口气跑去复试 给自己的丈夫做秘书 至今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 她那个丈夫 还没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 直至今日 她发现 本来自己要去勾引傅云亭的 现在却好像先被她给勾引了 她似乎不只是缠她的身子 更好像 被她偶尔表现出来的 细小的贴心而心动 真的热了狗了 傅云亭感觉到了圣语越的抗拒 眼底的热烈 瞬间转变成怒气 她那只扣着她的腰的手用力 将她往自己身上按 圣语越因为一只腿 被她放在她的腿上 一边的腰又被控制住 随着傅云亭的动作 一下就倒在她的怀里 傅云亭没有犹豫 低头对着她的红唇 便咬了上去 圣语越吃痛 张口企图咬回去 却被傅云亭钻了空子 舌尖霸道地闯进她的口腔 撬开她的牙关 在她的舌尖上 肆意张狂地舔勾着 唇齿相依 发出暧昧至极的声音 正在开车的孙渠 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随后将收音机的音量 调高了两格 然后放慢了车速 圣语越从一开始地抗拒 到最后 被傅云亭霸道地 轻吻吻得失了心神 甚至喉底微微地 发出鹰乌声 傅云亭很满意她的反应 大掌愈发地不安分 直到圣语越反应过来时 身上只剩下一件背心 原本应该挂在 双肩上的袋子 却已经滑落下来 堪堪地挂在她的手臂上 七双赛雪的肌肤 在夜色地衬托下 夜夜发光 而她那条 今天才第一次穿的 阔腿西装裤 早已经不知道 被扔在哪里 她觉得自己浑身 就像着火一般滚烫 皮肤上 运出一层层的淡粉 傅云亭的目光 始终盯着她的脸 这一次 她又见到了 另一副面孔的圣语越 很难得 今天的她 没有了以往的 倔强的那股劲 竟然让她看到了 那张冷傲的脸上 浮现出隐隐的娇羞 傅云亭被她带着水雾 又有些羞愧的眼神 给聊到了 握着她腰支的手 一点点地收紧 啊 随后便又是一场拉锯战 圣语越从最开始的 不情不愿 到最后的无法自拔 不肯服输地 聊得傅云亭 一次次地失控 直到最后 车子停在了 海仪的车库里 孙渠早就已经 跑得无影无踪 傅云亭抱着 圣语越下车的时候 圣语越身上满是斑痕 而傅云亭 似乎还未能尽兴 索性也懒得 帮她把衣服穿上 直接拿过自己的外套 将她圈起来 而圣语越 除了浑身的斑痕之外 腿上的伤处 更是隐隐作痛 她被傅云亭 打横抱在怀里 脑子里一直在忏悔 真是美色误人 一不小心 又用力过猛了 照这么猛的折腾 这腿什么时候才能好 而她更没想到 才刚搬出来一天 又被傅云亭 给带了回来 甚至这一次 傅云亭没有将她抱进客房 而是直接进了她的房间 这是圣语越 第一次进傅云亭的房间 只能说大的不像个房间 傅云亭直接将她 放在浴室的超大圆形浴缸里 给她放水后就出去了 温热的水 渐渐地漫过她的身体 圣语越一下子觉得舒服了不少 而傅云亭 很快便去而复返 她伸手扯了扯脖子上的领带 一步步地往浴缸边走过去 直到她的人 也跟着泡在浴缸里 圣语越才反应过来 可乘之机 而就在她对着自己 生闷气的空隙里 她的双手 已经被傅云亭给束缚住了 圣语越见此 知道自己反抗没用 干脆就不挣扎了 她就直勾勾地盯着傅云亭 想看看 她接下来又想跟她玩什么把戏 傅云亭抬手勾起她的下巴 女人 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赶进我的身 既然你不知死活地自己凑上来 就别想可以全身而退了 狗屁 那天在沐野堂的女人 难道不是女人 圣语越可没忘记 那天在沐野堂临墨 对她那充满敌意的眼神 傅云亭文言 猝了猝眉头 好似在回忆一般 之后唇角微微地往上勾了勾 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罢了 说罢 便稳住了企图开口说话的红唇 浴室里的温度越来越高 从里面传出来的声音 更是彻夜不停 圣语越觉得 傅云亭再一次次地刷新自己的记录 好像是个对自己要求严格的学生 务必要求每次都要比上次更进步一些 所以 她每次的经历 彻底晕死过去 而在晕过去之前 她还不忘狠狠地在傅云亭的颈簸上咬了一口 而傅云亭知道这女人脾气不小 今晚 把她欺负狠了 也就任由她咬着 当做让她出气了 一日一早 闹钟响的时候 圣语越内心十分想要摆烂 她是真的还没睡几个小时 现在还要拖着近乎要散架的身体起来上班 她坐起身子 傅云亭刚好从浴室里走出来 一脸神清气爽 傅云亭 你把我的衣服都拆了 这一柜子都是你的衣服 你说你没衣服穿 傅云亭挑了挑眉 她到海仪那天 她就让人送了一柜子衣服过来 她离开的时候也没有带走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 竟然也没让人收走 还有 你现在不叫傅总了 傅云亭走到床边 抬手勾住她的下巴 让她与自己对视 圣语越拍开她的手 掀开被子下了床 不顾男人的目光 随手抓起扔在地上的男士 衬衫套在身上 打开门便出了房间 傅云亭看着女人的背影 嘴角微微往上扬 两人都洗漱完毕 吃完早餐 圣语越坐着傅云亭的车道公司 才刚坐下没议会 黎默便拎着她的爱马仕包 踩着一双高跟鞋走了进来 离世最近跟傅氏有意要合作 本来今日是黎默的父亲 黎杨要过来傅氏送方案的 黎默知道后 死缠着父亲让他过来送 黎杨哪里拒绝得了 自己千娇万宠的女儿的要求 想着女儿跟傅云亭 更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让她跑一趟也无不可的 所以 黎默在前台的时候 报了离世 便直接上来了 要进去傅云亭的办公室 刚好必须经过程语越的宫位 黎默走过去 余光瞥见角落里 昏昏欲睡的圣语越 顿时脑中警铃大响 这不就是上次在木野堂的那个女人 她是傅云亭的秘书 原来这狐妹子 利用秘书的职务 整日就不知廉耻地 在公司里头勾引云亭 她得想想办法 将这个女人给赶走 黎默收回打量 圣语越的目光 刚要推门进去 圣语越似乎才发现她 赶紧起身拦住了她 请问是找副总吗 我必须先通报一声 黎默拍开圣语越 拦在胸前的手 瞪了她一眼 在前台已经通报过了 你一个秘书 有什么资格拦着我 程语越最见不惯这种大小节 食指不沾羊春水 靠家里养着 却还整天一副 趾高气昂的模样 她没有退让 依旧拦在黎默前头 对着丽莎喊了一句 丽莎跟副总通报一下 有人找 丽莎闻言 拿起桌上的办公电话 拨通了总裁办公室的电话 不一会 丽莎小跑过来 对着圣语越和黎默说道 副总说 可以进去 圣语越松开手 敲了敲总裁办的门 而后卫黎默推门 对她做了个请的动作 黎默刚进办公室 就对着傅云廷抱怨了起来 云廷 你这个秘书 也太不专业了吧 傅云廷听到黎默的声音 停下手中签字的动作 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目光又投向 正好要关门出去的 圣语越身上 不知道圣语越 有没有听见黎默的投诉 但她其实毫不在意 跟一个浑身臭毛病的大小姐 计较这点屁事 她格局没那么小 程语越进了茶水间 准备给那位浑身毛病的 大小姐冲咖啡时 丽莎也进来了 剩下 那个女的是谁啊 说话那么冲 程语越冲咖啡的动作 她们都是傅氏的老员工了 还从来没看过 有人敢在傅氏里头这般模样 程语越冲好咖啡 便给送了进去 回了工作 圣语越想了想 用电脑搜索了一下 京城四大家族 她之前在国外的时间比较长 对于京城很多事情 了解的不是很多 只是知道京城四大家 除了傅氏 其他三家 她还不是很了解 搜索了一下她才发现 原来上次在墓野堂 见到的几人 就是四大家的 除了这个黎默 陆家陆子经 和湛家湛齐南 也都是家族唯一的继承人 让圣语越颇为意外的就是 她没想到 这个黎默 竟然也是四大家族的 黎家的千金小姐 而黎家因为没有男孩 便一直希望能给黎默 物色一个优秀的夫婿 才能让黎家继续传承下去 自从黎阳知道了 原来自己的女儿喜欢傅云廷之后 便开始动起了心思 想要跟傅氏联姻 这才有了黎家想要 跟傅氏合作的一幕 总裁办 云廷 我爸今天刚好有事 我见没事 就帮她跑腿送方案过来了 黎默此时 坐在傅云廷的对面 将手中的方案递了过去 傅云廷没有接 她只好放在了桌上 黎氏没人了吗 傅云廷没有翻开方案的欲望 低头继续翻阅着手中的资料 连一个眼神都没有分给黎默 这不是我刚好有空吗 顺便也能来看看你 我都好久没见到你了 黎默咬着唇 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你现在看到了 可以走了 我不要 云廷 外面那个秘书 都能在上班时间打瞌睡 为何我不能来找你 黎默原本就是想要借着机会 戳一戳成雨月的几两骨 没想到 傅云廷听到这句话后 竟然真的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她没有抬头看她 但她怎么隐隐看见 傅云廷上勾的唇角 她这是在笑 云廷 你听到没有 既然你觉得 我们傅氏的员工还不够专业 那好 我给你个机会 傅云廷终于抬头看向黎默 只是原本勾起的唇角已经收起来 眼神里毫无温度 脸色比起之前更为冷烈 黎默自动忽略了傅云廷 浑身散发出来的寒气 毕竟 她看到的傅云廷 多数时候都是这副模样 好呀 你说 我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黎默扬起笑脸 看起来就像是个不安事事的纯真小孩 要不是 她那副整天大公主一般的气势 她那样的笑容 是真的能够 让人觉得如沐春风 那你说说 这份方案的理念吧 傅云廷拿起桌上黎默送来的方案 反手扔到她的面前 黎默一下子愣住了 她怎么说 她哪里懂那些玩意儿 云廷 你知道的 我怎么会懂这些东西 黎默紧了紧抓着包的手 第一次痛恨自己 不懂商业上的这些东西 难得傅云廷愿意跟自己多说几句话 给自己表现的机会 却没成想 自己白白浪费了这样的机会 既然如此 你又有什么资格来质疑 我副市的员工 傅云廷彻底失了耐心 说完便按了一下内线 送齐 来送黎大小姐出去 之后便继续翻看着自己手边的资料 送齐很快便进来了 她走到黎默身边 对着黎默做了个请的动作 黎小姐 请 黎默自觉不应该再继续死皮赖脸地赖在这里 站起身要走 等等 身后传来傅云廷的声音 黎默开心地转过头 以后傅云廷后悔自己 对她那般冷漠了 把方案带走 黎默闻言 原本发光的眼睛 一下子便沉了下去 她拿过桌上的方案 转身离开了总裁办 经过程宇悦的宫位时 看到她皱着眉头 盯着电脑屏幕在看什么 用手拨了拨自己的波浪长发 哼的一声 便愤愤地离开了 圣宇悦正在查阅四大家族的信息 实在是太入神 也没有听见她充满极度的哼声 倒是跟在黎默身后的宋琪 无语地摇了摇头 目送那位大小姐离开了 中午的时候 圣宇悦刚想要跟丽莎他们一起出去吃饭 便被傅云廷叫进去办公室 圣宇悦无奈 只能让丽莎他们先去吃 然后一脸生无可恋地 推开总裁办的门 一进门 圣宇悦才恍然 傅云廷叫她进去做什么 休息区的茶几上 放着满满的一桌子的菜 都是御警堂那边送过来的 圣宇悦知道御警堂 那可是京城最有名的餐馆 每日只接待四桌客户 想要上她家吃一顿饭 起码要预约一年以上 但现在这家人的饭菜 被放在傅云廷这办公室的茶几上 怎么都觉得有些难以相信 傅云廷见她一副愣正的模样 走过去在沙发上坐下 拿起一双筷子递给她 吃 吃完进去睡一会 语气中 透着一股不可违逆的气势 程宇悦有些莫名其妙 这傅云廷是吃错哪门子的药 让她在她的办公室里面吃饭 甚至还让她去她的休息室里休息 仅此一次 不过是看你昨晚睡得不够 傅云廷就像是看穿了 圣宇悦此时的内心活动一般 冷冷地说道 让她在自己休息室里面休息 还要受这女人质疑的眼神 要不是刚才听到黎莫说 她在外面昏昏欲睡 她才懒得管她 程宇悦闻言 也不客气了 夹起面前的一块肉 便往嘴里送 傅云廷看着她毫不扭捏 坐坐的模样 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连她自己都没察觉 自己盯着她看的眼神 已经慢慢变得柔和 玉锦堂的饭菜 果然不是吹的 程宇悦破例吃了两碗饭 放下筷子 擦了擦嘴巴 便站起身 摸了摸肚子 走进了傅云廷那间休息室 傅云廷看着她的背影 不禁笑着摇了摇头 发现自己笑了 又迅速收起笑容 转而换上那副冷静的模样 程宇悦推开休息室的门 走到床边 蹭掉脚上的中跟鞋后 便一头倒在床上 天知道她到底有多困 她昏过去之前 记得天边已经开始蒙蒙亮了 早上是七点多起来的 她最多就睡了两个小时左右 她都不知道 傅云廷到底是什么构造的 好像是永远都不会觉得累一样 但是她却好像是装了 超级马达一般 不知疲倦的一次又一次 她甚至都怀疑 如果傅云廷不停下 自己都能随时变成 第一个因为这是累死的人 傅云廷进去休息室的时候 床上已经传来 女人均匀的呼吸声 睡着后的圣语月 退去了白日中的冷傲和反骨 整个人乖得不行 傅云廷伸手扯了扯脖子上的领带 解开衬衫 胸口处的两颗扭 掀开被子 一把捞过熟睡的女人 圣语月感知到自己 被一股力度抱进怀里 还以为是在梦中 便也主动地圈住她的腰 头还一个劲地往她胸口上蹭 找了个舒服的位置 便又继续沉沉睡去 圣语月醒来的时候 休息室里只有她一个人 她拿过放在一边的手机一看 已经下午四点了 她赶紧跳下床 打开休息室的门 匆匆忙忙地就跑出去 刚好沈纪布经理敲门走了进来 跟从休息室里匆忙跑出来的 程语月打了个照面 似乎猜到了什么 尴尬地咳了一声 圣语月人生里 从未遇到如此让人头大的场面 只能端起平日里标准的职业微笑 对着审计部经理点了点头 副总 里面已经帮您整理好了 那我就先出去了 傅云廷好诚以侠地看着程语月 随后点了点头 圣语月就像是被恶狼追上似的 立刻撒腿就往外跑 还没跑两步 想起这样太过此地无垠了 又重新缓下脚步 开门走了出去 什么事 傅云廷又恢复了冷冽的面孔 看向了审计部经理 看得审计部经理 差点都忘了自己 要来找傅云廷干嘛来了 你说是 丽莎瞧见圣语月 从傅云廷办公室里面走出来 一脸八卦地走上前 圣语月看着丽莎一脸奸笑的模样 立刻开口 累死了 帮副总整理了一下午的资料 一边说着 还一边假装捏了捏自己的肩膀 当然累了 副总下午都给您老请假了 丽莎凑到圣语月耳边巧声说着 脸上一副不用说 我都懂的表情 请假 圣语月不敢相信自己 听到什么 傅云廷给她请了假 然后她在她的办公室里面跑出来 别说丽莎不会信她的狡辩了 连她自己都无法相信 见继续狡辩 越显得欲盖拟张 圣语月干脆摆烂了 直接关了电脑 拿上包直接走了 既然傅云廷已经帮她请假了 她还留在这里 丢人现眼干什么 圣语月刚走到地下车库 傅云廷的电话便打了进来 上来 简短的两个字 却带着不容智慧的语气 傅总不是帮我请了假吗 圣语月想起刚才的射死场面 重新地抗拒回去 傅云廷带着冷笑的低沉嗓音 从手机听筒里面传到耳朵里 圣语月打了个冷战 圣秘说 那你应该知道 我也能随时让你回来加班 圣语月闻言 手刚摸到车门 骤然停下 转而任命地往回走 这段时间的相处 让他一下子有些忘了自己现在的身份了 傅云廷是京城第一豪门当家人 而他即便是盛氏集团的总裁 现在也不过是个小小的秘书 他重新回到公司 刚走到工位 放下包 准备要去面见傅云廷的时候 黎阳带着黎末走了进来 跟在黎阳后面的黎末 收敛了些许 但尽管没有那副趾高气昂的模样 走到圣语月身边的时候 也是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圣语月 圣语月自动忽略她的眼神 上前拦住了黎阳遇要往前的脚步 请问是要找副总吗 黎阳停住脚步 对圣语月微微汗手 请稍后 容我先向副总通报一声 圣语月拨通了总裁办的内线 得到了傅云廷肯定的答复后 圣语月领着他们进了总裁办公室 从圣语月带着黎阳他们进门后 傅云廷的目光在他的身上打量了一下 很快又看向走了进去的妇女俩 即便黎阳是他的长辈 他依旧没有起身迎接 直到黎阳和黎末走到他的办公桌前 他才缓缓开口 黎总请坐 刚才傅云廷盯着圣语月的目光 并没有逃过黎末的双眼 只要是傅云廷在 他的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他的身上 因此 只要傅云廷有什么异样 凭借多年的相处 他也能很快地察觉到 圣语月没有在里面多逗留 为他们轻轻带上门后 又去了茶水间 冲了两杯咖啡送了进去 圣语月先端了一杯咖啡 放在了黎阳面前的桌上 又走到黎末身边 将另一杯咖啡端上桌 就在咖啡将要放在桌上时 黎阳看父亲跟傅云廷正谈的认真 便起了心思 他趁着没人注意时 微微地动了一下自己的手肘 力道不大 但圣语月毫无准备下 被他一撞 一个亮枪 咖啡正好洒了出来 全数倒在他的手上 也落到了黎末的大腿上 滚烫的水温 一下子把他们两个的手和腿都烫红了 圣语月还没来得及反应 脸上已经结结实实地 挨了黎末一个巴掌 你会不会干活 端杯咖啡都能撒 黎阳站起身 看着女儿大腿上 被烫红的大片伤疤 看着圣语月的眼神 一下子也变得很立起来 云廷 这样做事毛手毛脚的秘书 只会丢了傅氏的脸 傅云廷盯着眼前的三个人 没有回答 脸上从原本的冷淡 逐渐变得冷烈 他起身走过去 黎末在心底不停地吃笑 一个小秘书跟他斗什么 他是傅云廷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也是这么多年来 唯一能够靠近傅云廷身边的女人 只要他微微地使出一点技巧 立马能让这种不知廉耻 靠着秘书职位 来靠近傅云廷的人失去工作 从此再也没有机会靠近云廷 傅云廷站到他和圣语月中间 他内心喜滋滋 脸上却装作一副可怜的表情 转身刚想要冲傅云廷撒娇投诉的时候 傅云廷只起圣语月被烫红的右手 拿出一个冰袋扔给圣语月 圣语月接过冰袋 并没有立刻捂上被烫红的伤口 而是走到了黎默身边 黎阳和黎默站在原地上 眼睁睁地看着傅云廷 不仅从头到尾 没有给予他们一个眼神 甚至是拉着一个小秘书 去处理被烫伤的伤口 黎阳还没从怒气中反应过来 圣语月已经走到黎默面前 抬起被烫伤的那只手 毫不留情地将之前挨过的那一巴掌还了回去 黎默捂着火辣辣的左脸 疼得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那副要哭不哭的模样 让黎阳的怒气值一下子上升到了极点 他抬起手冲圣语月的脸上甩过去 但还没碰到圣语月 手腕便被一股力道控制住了 李总 所谓打狗 还得看主人 你们妇女俩 今日是准备在我这里 演艺出什么戏吗 傅云廷的语气冷到彻骨 盯着黎阳的眼神 更是透着厌烦与厉色 黎阳可以说 也是看着傅云廷长大的 他从未看过傅云廷如此的情绪 尽管傅云廷平日里多数是冷惊很利的 但他多数时候 也只是给人一种冷惊的感觉 很少会散发出这种令人畏惧的历色 云廷 是这么说没错 但也是他先撒了黎默一身咖啡 不仅没有道歉 还反而打了黎默一巴掌 你说我做父亲呢 怎么可能不歉 黎阳心疼地看着黎默肿起来的一边脸 又看了看腿上那依旧红的刺目的伤痕 他自觉自己没有做错 这样的秘书就是欠教育 今日 他便以傅云廷的长辈的身份 让云廷将这个秘书处置了 只是黎阳完全忽略了 刚才傅云廷对于这样一个 他们妇女都看不顺眼的小秘书 可是紧张得很 傅云廷那眸色变得愈发暗沉 李总 不妨问问你的女儿 为何我的秘书会把咖啡撒了 黎阳听着傅云廷的话 皱着眉头不解地看着黎默 而黎默却有些心虚地 躲开了父亲的眼光 圣语悦此时看着傅云廷的眼神 更是带着惊讶 其实黎默的动作真的很小 换作平时根本不可能能动到他半分 只是那个时候 他一心想要将咖啡端上去 然后赶紧走人 毫不设防的情况下 才会被那么小的力道 撞到亮枪了一下 关黎默什么事 云廷 傅氏没必要这样扭曲事实 来护着一个小小的秘书吧 黎阳在看到女儿那闪躲的眼神后 也大概猜到了一些 但想到自己的女儿 被一个小秘书打了一巴掌 这口气便怎么都觉得咽不下去 黎总 我不想在这里跟你们浪费时间 简单地说 我的人还轮不到你们来动手 懂 说完 便越过他们 按了内线电话 叫宋琪进来 送黎总他们出去 宋琪走进办公室 便看到一地的咖啡字 还有那僵硬的气氛 服了服额 一天之内 离世两次被副总赶出去 这是得惹人嫌 黎总 黎小姐 请 宋琪即便内心有些鄙夷 但也恭恭敬敬对着黎阳抬了抬手 将他们请出去 黎阳和黎默 即便此时内心十分不甘 但从傅云廷的脸上 也已经看出了不耐 只好跟着宋琪走了出去 走出去的时候 黎默转头 刚好从御药和尚的门缝中 看到傅云廷拿过圣语月手上的冰袋 附上了她的脸颊 黎默转过头 抓着手提包的手骤然收紧 指甲插进掌心里 力度大到咔嚓一声 断了一根 刺痛感 让她猛然回神 跟上黎阳的脚步 她的眼神中透着不甘 她一定会找到机会 将这个秘书给处理了 回到车里 黎阳心疼地摸了摸女儿的脸 孩子 你怎么那么糊涂 在傅云廷的眼皮底下做小动作 你以为她能看不出来吗 黎阳内心也是憋着一口气 但看着自己疼爱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怎么可能真的忍心责怪 爸 我就是看不惯她 那副勾人的模样 黎默不敢告诉黎阳傅云廷 和圣语悦那暧昧不清的关系 否则 黎阳肯定要劝自己放弃 黎阳 你没看到 云廷护着她的那个模样了吗 他们之间 肯定不只是上司下属的关系那么简单 你别再犯傻了 这样只会拉低了你的身份 黎阳拉过黎默的手 看见她断掉的指甲 指甲还隐隐冒着血珠 心疼地抽出一张纸巾 将指甲上面的血珠擦掉 傅驾是京城第一家族 即便云廷跟那个小秘书 有点什么关系 但你想想看 傅驾 能够有可能会让一个毫无身份的女人进门吗 她的最终下场 也不过是一个被玩玩就丢的玩物罢了 说吧 黎阳的谋色中 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贪婪 总裁办公室 傅云廷夺过圣语悦手中的冰带 轻轻地放在她的脸上 冰凉的感觉 一下子让脸上火辣的刺痛感 舒缓了不少 圣秘书倒是一点 亏得多不舍得吃 傅云廷拿开冰带 看着她脸上的红肿削了不少 又拉过她被烫伤的右手 将冰带敷上去 傅总 你也不想想 我为何无缘无故 受这无妄之灾 圣语悦有些气恼地夺过她手中的冰带 在烫伤的右手上轻轻地滑动 一边擦拭 一边抬头看向傅云廷 男人双手插兜 笔直的身体背光站着 眼里的情绪隐晦不明 她从小就喜欢我 现在知道 我身边有了个女人 肯定把你当作眼中定 傅云廷看着眼前妖媚的女人 尽管一边脸肿起了 也丝毫不影响她的美艳 所以 傅总是拿我当挡箭牌 圣语悦气鼓鼓地走到 一边沙发上坐下 傅云廷在她身边也坐了下来 圣秘鼠难道忘了 是你自己先招惹我的 一句话 成功让圣语悦瞬间咽了 要不是你 让我上来 我早已经在家躺平了 哪里需要受这委屈 圣语悦低声嘟囔着 傅云廷却还是听到了 她自己都没发现 跟这张风情妖媚的脸 着实有些违和 但竟可爱得很 而圣语悦更没发现 一向来自强自大的自己 竟然不小心露出了 一副小女人的姿态 这时 敲门声响起 随后宋奇推门走了进来 傅云廷接过她递上来的烫伤膏 抽过圣语悦的手 挤出一点药膏后 轻柔地给她涂抹上去 这一幕 不仅是圣语悦愣住了 连站在一旁的宋奇也惊呆了 傅总和圣秘书的关系 已经进展到这样了 这还是她第一次 见到傅总如此温柔的模样 宋奇此刻 内心莫名地同情起了那个 连领政都没能见到 傅云廷的傅太太了 还不走 就在宋奇还在愣神之际 傅云廷清冷的声音响了起来 她连头都没有抬 但浑身却开始散发出一股寒气 宋奇吓得一个哆嗦 立马撒腿就滚 圣语悦看着宋奇那卑微的模样 有些好笑 站住 就在宋奇即将要滚到门口的时候 傅云廷刚好给圣语悦涂完药膏 像是刚好想起了什么 叫住了宋奇 宋奇停下脚步 折回去走到傅云廷面前 傅总 还有什么吩咐 将我桌上离世带来的合作方案扔了 顺便告诉李总 傅氏不会跟离世合作 杀人诛心 不合作就不合作 还要扔了人家的方案 圣语悦差点想要为傅云廷的决定鼓掌 这样的不讲情面真是深得她心 这一出闹一闹 也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了 圣语悦看了看手表 手上的红肿也消退了很多 便站起身子想要走 傅云廷拉住她的手腕 她脚下一个没站稳又跌坐回去 傅云廷顺势在一拉 她刚好跌坐在她的大腿上 跟我一起回海怡 傅云廷将她散落在胸前的头发 轻轻地往后别 试问性的语气让圣语悦有些诧异 自打认识这个男人 他从来都是一副上位者的姿态 不容人智慧的 今日竟是这般讨好般的语气 圣语悦眼神狡黠 伸手为傅云廷整理了一下略微歪斜的领带 指尖若有肆无地从她的喉结处划过 傅云廷的喉结肉眼可见地滚动了几下 大掌握过女人纤细的腰肢 将她往自己身前一探 贴身密说 圣语悦被傅云廷一本正经地耍流氓整笑脸 柔嫩的小手在男人的腰上掐了一把 很快又皱着眉头抽出了她腰间的小手 这男人是钢铁打造的 肉这么硬 掐不进去 要多贴身 既然掐不了她 就改成墨 她故意扭动了几下身子 立刻感觉到男人身下的变化 凹凸有志听到傅云廷的答案 圣语悦笑了 她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别致的答案 傅云廷盯着她的脸 有那么一瞬间湿了神 她笑的时候 狐狸眸中似乎透着光一般 熠熠生辉 副总 我很贵的 圣语悦其实内心并没想好 是不是要跟着傅云廷回去 她内心很清楚 她们现在也不过是上司与下属的关系 但如果跟她回去了 她们的关系便彻底变了 你觉得我负不起 傅云廷挑了挑眉 难得的好说话 脸上也没有任何不耐的神色 倒是多了几分耐心 副总 你这样游戏就不好玩了 圣语悦收起脸上的玩味 扯出一抹邪魅的笑容 看起来就像是个不负责任的渣女 傅云廷的脸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暗沉 黑的低沫 她一把推开坐在自己腿上的女人 站起身 双手插兜 连一个眼神都不屑于 再放在圣语悦身上 随你 说完便坐回自己的办公椅上 目不斜视地看着眼前的电脑 圣语悦知道 傅云廷难得放下身姿 而自己却落了她的脸 她生气也无可厚非 不再自讨没趣 她整理了一下自己 稍微有些乱了的衣衫 抬步走出了总裁室 门关上的一刻 傅云廷的眼光 从电脑屏幕上 转到已经被关紧的大门 从来只有她拒绝女人的份 圣语悦是第一个拒绝她的女人 很好 这招欲情故纵 被这个女人玩得明明白白的 非常好 傅云廷一个人 在办公室里咬牙切齿 而圣语悦 却好心情地挽着包 一边哼着歌 一边下了车库 准备开车回家 没错 她就是跟她玩着一招 欲情故纵 傅云廷能够开口 让她跟着一起回去 说明她已经成功地 勾起了她对她的兴趣 但人总有一种劣根性 太快太容易得到的事物 很快也就会失去兴趣 她的目标是 狠虐这个臭男人 所以要让她对自己动心 并保持那种热爱 便需要一直保持 自己身上的那份神秘感 和新鲜感 如果住在一起了 那份神秘感和新鲜感 很容易就消失殆尽 所以 她拒绝了 只不过 这一次的拒绝 让她跟傅云廷的关系 似乎进入了一个冰点 连续一个月了 除了在工作上的接触 傅云廷似乎恢复了以前的冷静 可以说 完全无视掉了圣雨月 即便有时候 圣雨月在送资料的时候 故意找借口 要调戏她一下 都被她给狠狠地丢出去办公室 圣雨月对着紧闭的办公室大门 狠狠地瞪了一眼 小气的男人 不就是 被个秘书浅浅地拒绝了一把吗 就在圣雨月苦恼着 该怎么重新勾引傅云廷的时候 却接到了一个 让她意外的电话 看着手机屏幕上 闪烁着渣男二字的电话时 她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她的手机是双卡的 为了将自己圣夏 和圣雨月的身份区分开来 方便她自由切换身份 所以 她用于圣夏的手机 给傅云廷的号码 录入的是副总 圣雨月的手机 给她录入的是渣男 就在电话快要挂断的时候 她按了接通键 喂 哪位 为了不被拆穿 她故意抬高了一些声调 傅云廷听着听筒里声音 显得有些刻意的气势 不禁蹴了蹴眉 傅云廷 她此刻站在傅氏的总裁办理 单手插兜 站在大片的落地窗前 俯视着窗外的景色 哦 有事吗 我的新婚丈夫 圣雨月的语气 似乎有些诧异 又故意打去道 明天上午 你需要随我一同回老宅一趟 你提前准备好 明天上午十点 我过去半山别墅接你 圣雨月刚要开口 以妻子的身份挖苦她几句 谁知道还没开口 傅云廷已经将电话挂断了 气得圣雨月 将手机狠狠地摔在床上 这是傅家当家人的教养吗 气归气 这是傅云廷作为丈夫 第一次联系她 也是第一次带她回傅家 圣雨月内心不由地 升起一股好奇 她很想知道 那个几次在她身上失控的副总 到底能不能认出她来 四几次 她也在心底先做好了 被认出真实身份后 应该怎么应对傅云廷的怒气 一日刚好是周六 圣雨月一早就起来梳洗 因为宋琦看过圣雨月的真容 所以 她必须早起一些 将自己的样貌 稍作调整一下 她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杰作 换上一套黑白相间的 半休闲脸体西装短裙 下楼的时候 她看着相处了 多日的天书陌生的眼神 更为满意地点头笑了 天书 早呀 她路过天书的身边 笑着拍了拍天书的肩膀 太太 早 不怪天书一时之间认不出她来 而是圣雨月的手 实在是巧妙 简单的妆容 却将原本就风情妩媚的脸 生生地多加了几分娇了 现在的她 跟天书第一天看到她时一样 若没有开口交谈 但从外表看的话 此时的圣雨月身上有一份强大的气场 霸气 冷冽完完全全地放开 整个气势莫名地跟傅云亭相衬 天书着实佩服圣雨月 明明是同一张脸 但如果不仔细看 完全无法看出 这就是她照顾了这么多个月的圣雨月 天书回过神来 圣雨月已经进了餐厅 坐在餐桌边开始吃早餐了 不多时 傅云亭的车到了 刚好圣雨月也吃饱了 别墅外面的车名了几下喇叭 那圣雨月不慌不忙地拿着手提包走了出去 孙渠很有眼力劲 赶紧下车为圣雨月打开车门 圣雨月坐进后座 男人手里拿着iPad 低头看着新闻 连给她一个眼神都没有 圣雨月也懒得搭理她 故自从包里拿出一面小镜子 补了补口红 刚才吃完早餐 傅云亭就到了 一直在门外巴巴巴地催促着 她没来得及补口红 傅云亭在她动作的时候 便侧眸看了她一眼 很快便收回了眼神 自从圣雨月坐进车里 身上隐隐飘散出来的香水味 莫名的熟悉 傅云亭这才侧谋打量了一下身边的 这位傅太太 长得不一样 但身上的气质和气味竟然如此相似 她伸手抓住她的下颌 圣雨月被迫看向面前的男人 那么熟悉 又有些不同于平日的冷力 圣雨月内心在想 她到底对盛夏还是不同的 毕竟 他们相处的时候 傅云亭虽然也是比较清冷 但对她大多数时候 还是比较温和的 相比之下 她这个名正言顺的傅太太 也太不受宠了 傅云亭一直盯着圣雨月的脸看 似乎想从她的脸上 找出与圣夏相同之处 不知为何 从圣雨月上车之后 一直有一种熟悉感 莫名地缠绕着她的思绪 打量了许久 除了同样 有一张勾人的妖野的脸之外 五官和气场都不尽相同 圣夏身上 有种绝强不服输的劲儿 还时时刻意地摆出一副 脚柔造作的模样 但眼前的圣雨月不会 大概是一种女强人身上的特性 淡定从容 运筹帷幄的模样 与像细经上线的圣夏 完全不同 傅云亭觉得自己大概是疯了 现在是看到女人 都会觉得像她了 松开捏着圣雨月下颌的手 她转头不再看圣雨月 圣雨月被她盯了好一阵 都快要怀疑自己的化妆技术了 以为快要被看穿时 傅云亭却松开了她 傅先生 第一次见面 就这样暴力对待合法妻子 不觉得不妥吗 圣雨月也没有因为傅云亭 唐突的举动而动气 语气平淡地对着傅云亭说道 圣小姐 今日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有些话 我必须跟你说明白 你我心里都清楚 我们的婚姻 都是两位爷爷早年间 自己定下的娃娃亲 结婚 原本不在我的人生计划里 但却是我爷爷临终的遗愿 这可能多少有些委屈了你 但在婚姻存续期间 你可以继续去做你 任何想做的事情 有需要我帮忙的你也可以提出来 如若有天你 遇到自己心意的对象 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放你自由 圣语岳双手还胸 听着傅云亭的话点了点头 他心底撕存着 这好像是他认识傅云亭这么久以来 听他说过最长的一段话 毫无意义的话 但他又无法忽略 这段话在他的内心浅浅地扎了一下 他想 大概是这段时间 以剩下的身份接近傅云亭 代入太深了 才会在听到这段话时 胸口有些闷重感 他努力忽略掉 自己内心 近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感受 那傅先生今日让我回老宅 是为了什么事 声音清冷没有太多情感 今日是爷爷的忌日 爷爷生前就想见见你 可惜没来得及 今日也算是个机会 傅云亭听着他冷静 没有太多感情的问题 内心隐隐透着莫名的不悦 却依旧耐心地跟他解释 圣语岳点头表示理解了 车子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圣语岳身上的香水味 一直环绕在鼻尖 傅云亭有些烦躁地扯了扯领带 该死的 怎么今日脑子里 总是出现那女人的身影 傅先生 今日结束后 不知道方不方便 也随我一同回一趟娘家 毕竟 我爷爷也想着见见你 圣语岳突然想到 今天大概也是一个机会 可以带傅云亭回家一趟 免得爷爷那老头子 整日惦记着 许久的沉默 就在圣语岳以为傅云亭 会拒绝他时 傅云亭开口了 可以 今晚我随你一同回去 圣语岳满意地笑了 傅云亭刚好转头 看向身侧的女人 那个笑容 竟然跟脑子里 某个笑容一模一样 傅云亭微微愣整住了 一小时后 车子停在了一座 古色古香的庄园门口 一眼看上去 就能看出 这座庄园 大概有上百年的历史 但依旧保持得非常好 进门便是一个大型的雕像 两侧都以绿化作为铺设 这要是不说 圣语岳会以为自己 走进了一个大使馆 穿过院子 便是大厅 庄园的管家 从他们进门便迎了上来 少爷 您回来了 这是少奶奶吧 管家吴博看着眼前美艳的女人 慈祥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嗯 吴博 他便是圣语岳 这是吴博 之前一直是他在照顾爷爷的生活 傅云亭对着他说道 你好 吴博 好好 少爷跟少奶奶 真是郎才女貌 老爷子看到了 也能安心了 吴博开心的脸上 有一丝难掩的遗憾 但很快便收起了情绪 迎着他们进了大厅 傅云亭领着他 在大厅里落座 圣语岳并不像其他人 对于庄园充满好奇的到处打量 庸人端上两杯茶水便都下去了 吴博站在傅云亭面前 跟他交代了 今日祭拜的一些事项 傅家的传训都是人死后 不必拘泥于刑事礼节了 人走便随风而去 所以 傅家历代祖先都去世后 都只留了一个牌位 安置于傅家祠堂中 随佛听经 吴博每日都会去祠堂上香 打扫卫生 遇到祖先的祭日 他都会安排好祭祀事宜 今日是傅家老爷爷的生计 傅云亭从小是被爷爷带大的 傅云亭跪在祠堂中时 看清位列于一众牌位中的 傅父父母的牌位 内心顿时生出一丝疑惑 他记得 之前在网上看到的是 傅父父母是彻底放下了傅室的担子 交由傅云亭管理 夫妻选择环游世界 极少回京城 但没想到 今日竟然是在傅家的祠堂中看见他们 傅云亭刚上完香 看向依旧跪在原地 盯着前方的几个牌位 看得女人 心中便也猜到了她的诧异 傅家封锁了他们的所有消息 还请盛小姐 守好自己的嘴 傅云亭似乎不愿意说太多 关于她父母的事情 只是浅浅地提醒她一下 盛宇月又何尝听不懂她话中的意思 也不过就是在敲打她 如果傅父父母离世的消息走漏出去 那便是她盛宇月的锅 在这个气氛下 盛宇月也不想跟傅云亭对着干 于是 好脾气地点了点头 整个祭拜一试 足足进行了三个多小时 中间起起落落地前后跪了 足足有两个小时左右 盛宇月的膝盖都跪红了 她弯腰摸了摸自己的膝盖 傅云亭却眼尖地看到 她大腿处一道很浅的疤痕 俊梅微微蹙了蹙 腿上的疤怎么回事 傅云亭的声音从头顶上传来 盛宇月愣张了一下 随后站起身 淡定地开口道 小时候爬树摔的 撒起晃来 信手拈来 脸部红心不跳 傅云亭似乎是信了 没有再说什么 只不过在相同的位置类似的疤 也着实没必要太过纠结 只是 刚看到那会 傅云亭便顺口问了出来